东东,缅国酒店,半夜,肖凡刚睡下没有多久就被吵醒了,他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以前他让糖在天租了一个大仓库,买了两万吨粮食,三千吨盐,三千吨糖,五千吨袋包装的肉制品,还有三万柄糖刀,这些东西早就放到了仓库里面,只是他这段时间基本都在雷山县,根本就没顾得上传给肖海。 爷爷,你这喜滋滋的样子,修为突破了,肖凡揉了揉眼睛道,肖海脸上挤满了笑容,修为没有突破,但今天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虏了接近二十万人,哈哈,肖凡眼中露出惊讶之色,爷爷你攻打了天北关,神焰帝国的大体局势他如今了解一些,肖海如果想占据神焰皇朝更大的地盘,天北关他必须打下来,有炸药这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没错哈哈,乖孙,你的那一些炸药可是立了大功,俘虏近二十万人,爷爷手下的士兵已经接近八十万,肖凡心头震惊,好家伙,手下八十万人这有点恐怖啊,地球上兵力超过八十万的国家没几个,爷爷,这是不是占到神焰帝国总兵力的一半了,肖海摇了摇头,以前确实占到了一半,但如今皇帝老儿紧急征兵了不少,朝廷有大概一百二十万人,论士兵数量我这边还是少一点,但我有十二万重甲铁骑, 有威力惊人的炸药,已经不落下风,最开始造反的时候,肖海只有十来万人还是很危险的,朝廷的兵力比肖海的兵力多得多,现在局势已经渐渐逆转,爷爷你手下现在这么多人,粮食供应方面紧张吗? 有一点,我如今占据的是西北区域产量比较少,你那边如果方便就再给爷爷买一些,稍等,肖凡抓着镜子一起隐身然后顺移。 几次顺移之后,肖凡到了两三公里外的一个仓库里面,爷爷我如今在缅国,这边早就给你准备了不少物资,肖凡说着推着镜子前进,许多东西快速消失不见,总共三万吨多一点的东西如今传给肖海不难。 花了两个小时,仓库里面所有东西肖凡都传了过去,乖孙,有这批物资,爷爷我这边就宽裕多了,爷爷这边你不用再担心,我已经开始占据上风,接下来爷爷就会大肆扩张,实力还会增强,爷爷还有不小余力,给你提升提升精神念力吧。 肖凡说着,迅速凝聚出来强大的精神力珠。 去,耀眼的光芒穿过了镜子没入了肖凡体内,肖凡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但和之前相比还算好。 乖孙,接下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爷爷五天找你一回多给你一些好处。 我这边现在不着急,肖凡说完肖是不见。 肖凡返回了酒店睡觉,他其实昨天就到了这边,估摸着肖凡应该就是这两三天会联系他。 680米,增长了不少啊。 第二天早上肖凡全力释放出精神念力,昨天晚上最多伸延到530米,增加了150米。 精神念力提升,毫无疑问他的攻击力也会增强。 我的攻击力应该达到了先天中期水准,逃命能力还不止,短板就是近距离防御能力。 肖凡心中暗道,对于自己如今的实力他挺满意。 修炼的时间不长有了先天级别的实力,还要咋滴?滴滴,手机响气,肖凡掏出手机眼中露出诧异之色, 电话是金将军打过来的,金将军极少联系他。 肖少,是我,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昨晚有厉害的舞者威胁我,对方接手了三威的产业,想让我放任他的发展,他如果肆意发展,对于你们华国也会有不好影响。 肖凡接通电话,金将军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 肖凡倾笑道,金将军,我如今正好在缅国,你是我的朋友,这事情我肯定会帮你。 以金将军的身份地位,舞者其实是不敢随便杀他的,那样坏了规矩,肯定会遭到可怕的镇压。 但威胁金将军,迫使他让出利益,这问题不大。 如果金将军有能力,有人脉,他也能找高手帮忙,大家在规则范围内可以尽情地施展手段。 肖少,你如今在缅国,我派人过来接你,金将军大喜道。 肖凡说了自己的地址,一个小时之后就有直升机到了楼顶,两个小时左右肖凡就见到了金将军。 肖少,见到你太好了,我约对方中午见面谈判如何?肖少,你肯定能镇压对方的嚣张气焰。 肖凡微微点头,他和金将军就是互惠互利的关系,金将军前面帮了他的忙,帮他买肉买蔬菜,送他各种炸弹。 如今金将军遇到了麻烦,他若不能解决实力就会被质疑,以后想在缅国这这行动就会麻烦不少。 有些东西在国内不太方便,而且缅国产域说不定还能得到零食,与金将军的关系必须维护好。 金将军很快联络了对方。 肖少,确定了,对方中午会过来赴宴。 金将军带着肖凡到了房间内,他拿出来了一个铁球。 铁球上面有深深的指痕。 肖少,这是他当着我的面捏出来的,我让人检查过了,这个铁球是实心的。 那家伙的实力很强,金将军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他虽然是将军,但只是普通人,这样的手段对他来说挺可怕。 雕虫小记罢了,别太担心。 肖凡但笑道,实力极强的舞者根本就不会去涉毒舞蹈圈的事情他多少知道一点。 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 舞者如果涉毒,很有可能就会被更厉害的舞者灭杀。 钱财也会被夺走。 很快时间到了中午,肖凡和金将军乘车到了约定的酒店。 小日子的人,进入包间肖凡眼睛一眯,从对方的神态弃至。 他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对方肯定是东阳国人。 肖凡,包间里面坐着的人更是直接认出了肖凡。 他的眼中露出仇恨之色。 他是东兴社暗部的人。 东兴社最近亏损严重,财务压力大,工本留下想着赚点块钱。 嗯,肖凡心中一动,对方这眼神不对啊。 东阳国他得罪的只有东兴社,对方是东兴社的人。 金将军你所说的厉害舞者就是他,你怕是被骗了,他我认识,废物一个,作者的男子吃笑道。 金将军如果真的找来厉害强者,他还比较担心,肖凡他怕个屁。 肖凡应该顶多明镜级别的修为。 肖凡嘲笑道,不就花八亿多美金买了个仓库吗? 你们东兴社这么穷了,需要靠独维持生计,从这的男子心头暴怒。 他的眼神同样有一些变化。 东兴社,我可不是东兴社的人,金将军如果你所谓的高人就是他。 你只怕是要大失所望了,男子立刻否认了自己是东兴社的人。 肖凡脸上露出淡淡笑容,他说出来的时候,对方心跳,眼神,手指等等,都有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很细微,不容易察觉。 可他精神念力笼罩着对方,对方任何变化都瞒不过他。 你很强,肖凡似笑非笑地道。 杀你绝对足够。 作者的男子说着瞬间出手,一柄飞刀刹那间射向肖凡。 这柄飞刀中蕴含着强大内劲,不说与狙击枪子弹相比。 近距离他的威力绝不弱于步枪子弹。 东兴社曾经派狙击手暗杀过肖凡,他们也知道那个狙击手死了,但他们觉得应该是军方高手干的。 事后他们进行了调查,和肖凡地摊上吃烧烤的两位,竟然都是华国军方大佬,暗中有高手保护正常。 你,东兴社这个男子很快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他射出去的飞刀竟然被肖凡两根手指夹住了。 好强的实力,肖凡吃笑道,他说着飞刀射了出去。 噗,刹那间飞刀洞穿了对方的脑袋,东兴社这个家伙实力还行,可与如今先天级别的肖凡相比差距极大。 金将军心跳加速。 他知道肖凡应该可以赢,但也没想到赢得这么轻松。 收,肖凡意念一动对方的尸体肖是无踪。 肖少,你的实力好强。 金将军惊叹地道。 肖凡笑了笑,金将军我的实力也就那样,是这家伙的实力太弱。 咱们换个房间吃饭吧,吃完饭麻烦金将军你安排人送我到机场。 缅国游直飞国内的航班,以前肖凡是悄悄过来的,不方便乘飞机回去,这回他是光明正大过来。 好的肖少,金将军恭敬得道。 他对于肖凡的敬畏增强了不少。 刚刚那家伙飞刀快弱闪电,金将军可不认为对方的实力弱。 对方被肖凡秒杀说明肖凡的实力极强。 肖凡还没有下飞机,一份资料摆到了陆志恒面前。 肖凡与军方交易了大量CL-20炸药,肖凡还是苏优威的男朋友。 陆志恒肯定得安排人详细调查。 国内十万套铠甲,十几万套特战训练服务,数万吨粮食,大量食盐,糖,蔬菜, 大几万饼开了封的糖刀,水泥,沙子,汽油,无人机,发电机。 陆志恒翻看着资料暗暗心惊,他让好几组人查,这是汇总到他这里的资料。 肖凡拥有空间宝物,可他买这些东西做什么,重度生存狂也不至于这么疯狂吧。 陆志恒心中暗道,除非枪械等热武器都不能用,否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自己一个人根本就用不上这么多东西。 肖凡难道觉得末世会出现,他要靠这些称霸天下? 陆志恒觉得好笑,灵气复苏热武器也不至于不能用。 等等,肖凡可是学霸, 他能设计坑到八亿多美金,他会想不到这些。 呼得陆志恒愣住了,灵气和超级生物如果来自于其余世界,地球这边能联络到那个世界也正常。 难道肖凡能联系陆志恒脑海中冒出这样惊人的想法? 正常情况这样的想法很荒谬,可结合面前他让人查到的东西。 陆志恒觉得还真有这样的可能,而且可能性还不低。 开架,糖刀,长矛等都是武器,粮食,糖,盐等都是战略物资。 肖凡不会是在支持一届打仗吧? 他说战药肯定不是在华国使用,其余国家也不方便用。 如果是在一时借用就说得通了。 陆志恒思索着,他越想越觉得可能是这样。 排除种种不可能,剩下的哪怕再离谱也可能是真相。 陆志恒拿起了手机,他觉得得和肖凡好好地谈一谈。 假如真是这样,一届他支持的势力赢了,会不会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 超级生物已经在地球出现,一届智慧生物过来也不是没可能。 到时对国家,甚至对整个地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机,陆志恒没有打通。 这个时间点关机,他判断肖凡很有可能在回国飞机上。 算了,直接过去和他当面聊。 陆志恒心中暗道。 陆柏川从疗养院离开了,他和柳秀云如今都在紫荆小区。 他前往Z10一趟,其余人也不会怀疑。 很快陆志恒出发。 两个小时之后,肖凡到了Z10机场。 可他并没有回自经小区,而是开车直接前往了雷山县。 休息了几天,他的重心得重新放在修炼上面。 肖凡前往雷山县了,陆志恒到了苏佑威这里。 大舅,是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吗? 我给学长打个电话,陆志恒摇了摇头。 打电话把肖凡叫过来,其实肖凡也未必会说他有没有切实的证据。 谁会轻易吐露这样的秘密? 罢了,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苏佑威有些奇怪,不过陆志恒这样说他也不好问,以陆志恒的身份。 他要说的东西可能涉密。 佑威你好好休息吧,我去你外公外婆哪里。 陆志恒很快离开。 怎么这时候过来? 以你的身份该以国事为重,不要动不动就往家里跑。 老子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陆百川看到陆志恒眉头皱了起来。 我忙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现在得空就回来看看。 您身体好些了吧? 还行,比住在疗养院舒服。 陆志恒在陆百川旁边坐了下来。 爸,我刚去了一趟幽威那里。 肖凡如今是住在了那边,他们还只是男女朋友关系,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如果肖凡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幽威受伤害。 对于肖凡,陆志恒感觉越来越看不透。 陆百川瞅了陆志恒一眼,你没事别瞎操心。 最近很火的那个电影《肖小子》是制片方。 你掉出来我看看,灵界传奇电视上已经可以看到陆志恒很快掉了出来。 陆志恒陪着陆百川看,没多久他的眼中露出惊涩。 这真是特效吗? 或许这根本就是实拍。 陆志恒心中冒出来这样的想法。 陪着陆百川看完了电影,陆志恒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肖凡说自己背后是奇妙工作室,可他得到的钱根本就没有转出去。 大部分用来买炸药了,结合其余种种,这电影实拍的可能性有七八成。 陆志恒心中暗道,肖小子这个电影不错,听说第二部快上映了。 到时我让又威买三张票,我和你妈陪他一起去看。 陆百川笑呵呵地道,陆志恒心头一紧,爸您可别啊,电影院人多眼砸的。 暗中保护的警卫压力会非常大,您如果想到电影院看,让志远给您包个场。 陆百川眉头皱了起来,我都已经退了下来,谁会杀我一个快死的人? 咱们国家还没那么废,谁杀他国家必然查出水落石出,然后会全力报复。 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强者都得掂量掂量。 行了行了,你连夜回去吧,军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事情。 我和你妈这里你不用太担心。 陆志恒,两分钟之后陆志恒到了楼下,他苦笑不已,自己这个儿子难道是捡的?都快十一点被赶了出来。 守长,两个人很快到了陆志恒身边。 被老爷子嫌弃赶出来了,这么晚也不好回去了,去一趟雷山县吧。 到肖凡那里凑合一碗。 是,守长。 半夜,肖凡修炼中,别墅的门铃声响了起来。 谁这个时候过来? 叶飞今天晚上并没有修炼,他睡觉中被吵醒了。 稍微等了一会儿,楼上肖凡没有下来。 叮咚,门铃再次响起,叶飞估摸着肖凡这回在修炼,他走出了别墅。 很快叶飞就见到了陆志恒。 守,守长,叶飞心头一抖。 他知道陆志恒的身份,深更半夜陆志恒居然过来。 你是叶飞吧,开下门。 是,守长,叶飞连忙打开了别墅大门。 陆志恒是苏又威的舅舅,肯定没有把他拒之门外的道理。 萧凡在修炼,进入别墅陆志恒询问道。 叶飞点点头,应该是的,我给您泡杯茶。 嗯,给陆志恒泡好茶,叶飞很快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虽然他是舞者,陆志恒只是普通人,但以陆志恒的身份地位。 他待在陆志恒面前压力山大。 还是老三牛啊,找个女朋友居然是陆家的人,和陆家搭上了关系。 以后妥妥地飞黄腾达啊。 叶飞心中暗道。 半小时过去萧凡修炼结束,他的眼中露出狐疑之色。 陆志恒深更半夜过来干嘛。 他看了看手机,已经凌晨一点。 陆叔,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半更半夜跑一趟? 按约定这处灵学半年内可不归你们军方啊。 萧凡下楼见到了陆志恒。 陆志恒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回来看望一下老爷子。 被他嫌弃赶了出来,到你这边看看,顺便在你这里蹭一碗。 萧凡眼中静芒闪烁,他现在实力强,哪怕陆志恒深俯身,他也能看出来陆志恒没说实话。 陆叔你在这边睡一晚当然没问题,我带你到客房。 很快萧凡把陆志恒带到了楼上客房里面。 过来前陪老爷子看了个电影,灵界传奇,电影很不错,完全看不出来任何的特效成分。 陆志恒压低了声音道,萧凡瞳孔微缩,陆志恒这么说应该发现了问题,他其实根本就没想着能瞒很久。 萧凡那里需要的量不是一点点,几万吨粮食,大量铠甲,糖刀等,想一直瞒下去怎么可能? 量少的时候,他还能忽悠忽悠,比如说背后五道宗门要用粮。 比如说铠甲是以后拍电影要用,现在是真不好瞒了,只要被有心人把一些东西都查出来,别人不是傻子。 打造三十万套铠甲,每套几千块钱,你说你要拍电影,智商稍微正常点的肯定都不会相信。 陆叔,奇迹工作室的水平不错,特效完全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萧凡笑呵呵的道,陆志恒肯定怀疑了,但能又如何,他不认就是。 未来与国家合作没问题,他也希望国家更强,但现在肖凡觉得还不到时候,还可以再忍忍。 肖凡,农夫与蛇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做事情一定得考虑后果。 陆志恒盯着肖凡的眼睛道,肖凡微微一笑,陆叔你放心,我又不是傻子,我考虑得很清楚,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他知道陆志恒在担心什么,以陆志恒的身份地位,他有那样的担心完全正常。 嗯,陆志恒点点头,肖凡许多事情你做得比较粗糙,既然我能查到,其余有心人也可能查到,你得注意自身安全。 行了,我睡觉了,肖凡退出了房间。 他有些诧异,他已经做好了陆志恒继续追问下去的准备。 没想到陆志恒就说了这些没在询问。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陆志恒翻来覆去睡不着。 和肖凡刚刚的谈话,陆志恒基本确定了心中所想,肖凡会不会被欺骗? 甚至有没有可能肖凡已经被一届的强者控制? 陆叔昨晚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肖凡看到陆志恒两个黑眼圈。 可能是因为这边灵气足,不太适应就睡不着。 肖凡你上回想买坦克,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有足够的诚意,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陆志恒饶有深意的道。 肖凡眨了眨眼睛,陆叔我后来想了想,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未来很可能会有需要。 对了陆叔,CL-20炸药很不错,坦克的炮弹能不能用这个? 普通火药有时没有那么好用。 陆志恒道,你这个想法不错,我会和相关的专家提一提。 除了贵点应该没有其余的毛病,坦克、榴弹炮、迫击炮等都可以试试。 肖凡买铠甲、买糖刀、枪炮什么的却没有药。 陆志恒估计很可能一世界普通的枪炮用不了。 肖凡笑呵呵地道,陆叔英明,CL-20炸药虽然贵,但用着用着,价格可能就降低下来了。 早点研究,以后肯定用得上。 很快陆志恒离去,早餐都没有吃。 肖凡脸上露出笑容,军方如果研究出来那些东西很不错,当然,也有可能军方如今就有。 砖研十来天过去,这些天肖海联系了肖凡两次。 第一次给了肖凡隆气,第二次给了肖凡一颗空间能力珠。 轰隆,后,别墅主卧内,肖凡的身上爆发出来强大气息。 同时他周围浮现出来淡金色的神龙虚影,神龙围绕着肖凡游走,道道龙吟之声在房间里面回荡。 还好主卧内布置了阵法,否则声音传到外面,叶飞还有别墅外面守着的士兵都会极为吃惊。 九转阵容绝终于第三层,修为也来到了后天圆满,肖凡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体内传出强大吸力,手中剩下一点点的灵石力量被迅速地抽空。 意界涌过来的灵气也迅速增长不少。 肖凡内饰体内,他经脉中的真气已经浓稠许多,到先天级别这些真气就可以变成液体的真源。 修为突破,精神力,空间异能也增长不少。 我如今的战力应该来到了先天巅峰水准,肖凡心中暗道。 明镜,暗镜,花镜,后天级别都只有三个小境界。 分别是小城,大城,圆满。 先天级别有四个小境界,分别是小城,大城,巅峰,圆满。 为什么这样子肖凡不清楚,很久以前就已经这样子。 咔嚓,石头破碎的声音响起。 肖凡低头一看,他得到的那一块灵石裂开了。 这块灵石的个头缩小了大半,而且这会他变成了灰白之色,里面的灵气已经彻彻底底没有了。 还是没有撑我到先天啊。 肖凡暗暗摇头。 如果他不切下灵石布阵,这块灵石足以支撑他达到先天级别。 可他不布阵灵穴早就曝光了。 灵石蕴含的能量极强,爷爷那里如今还是不能传过来,得去一趟瑞利,或者去一趟缅国。 肖凡心中暗道。 失去了灵石,他修炼的速度会变慢一些,他若有灵石,肖凡也能减少给他传龙器的次数。 传龙器的机会,用来传空间能量珠或者其余东西,他不香吗? 咚咚,肖凡到了楼下敲门。 二哥我回学校,你也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要不要一起,如果一起回去你就点点头。 肖凡的精神念力能看到叶飞在里面修炼。 回去,老三今天是周六,吕雪燕有没有回来? 叶飞直接结束了修炼出了房间。 你怎么直接就出来了? 反正我刚刚这个周天才开始,没有什么影响。 老三吕雪燕如果回来了,让弟妹中午约一下啊。 叶飞期盼地望着肖凡。 她的修为还是暗尽级别。 叶飞修炼的功法和肖凡大不一样,哪怕有灵学,她提升的速度也要慢得多。 其余修炼者基本也一样。 吕雪燕确实回来了。 你抓紧时间拿下吧,你说你好歹也是叶家少爷,暗尽级别的舞者。 咋这方面这么废才呢? 肖凡鄙视道。 叶飞翻了翻白眼。 很快肖凡他们出发,一个多小时后肖凡他们到了饭店。 孔絮和沈辰他们已经到了,苏油威和吕雪燕还没来。 二哥、三哥想死你们了,来抱一下。 沈辰扑向了肖凡他们。 肖凡他们麻溜地闪开,然后一起给了沈辰一个中指。 切,不抱就不抱,抱学妹不香吗? 沈辰撇撇撇嘴。 叶飞惊讶地道,胖子你看中哪一个学妹了? 孔絮笑道,这家伙看中了大一的一个学妹,不过除非他自报家产。 否则我看他没有什么戏,沈胖子你这么快已经别练了。 吕雪燕的声音响起,他和苏油威走进打渠道。 沈辰翻了翻白眼,你和二哥就差名牌了,我还争个锤子。 别影响了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孔絮笑道,二当家的,要不这一顿你请,你们干脆就在一起得了。 磨磨唧唧地干嘛,叶飞紧张地望向了吕雪燕。 你,你看我干嘛,难道要我请吗? 吕雪燕脸色微红地道。 叶飞心中大喜,他连忙道,我请,我请,你们随便点,捡最贵的,酒水你们也挑最贵的点。 沈辰黑黑笑道,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服务员,帝王谢来一只最大的,奥龙也来一只,茅台先来四平,再来一瓶拉飞。 吕雪燕没好气得道,沈胖子你是想一餐把叶飞吃穷,你是土豪,他可不是土豪,你悠着点。 吕雪燕知道叶飞不穷,练武的就没几个穷的,可他并不知道叶飞家里真正的情况。 吕雪燕就这么一顿绝对吃不穷二哥,这你放心,二哥你现在谈恋爱了,回头多申请点经费。 吕雪燕笑着道,叶飞连连点头,雪,雪燕你放心,我家里虽然没有老四家有钱,但这样一顿饭钱还是很轻松的。 嗯,吕雪燕红着连点头,沈辰望向了孔旭,老大,咱们抱一个,二哥也离我们而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光棍。 孔旭愁了愁沈辰,你别加上我,暑假我家里给我相亲了,那个妹子还不错,我们已经定下婚约,萧凡诧异地望向了孔旭,孔旭居然都订婚了,不过以他的情况,他联姻正常。 孔家的情况,如今萧凡知道一些,孔家是政界的大家族。 目前孔家的实力略输陆家,但陆百川如果走了,孔家的实力影响力比陆家还要强上一分,生在政治家族联姻很正常。 我去,老大,你居然订婚了,合着现在就我是单身狗了,沈辰眼睛瞪大,好像是这样,孔旭点头,谁让你长得丑,沈辰捂着胸口,扎心。 一顿饭结束,萧凡和苏又威回到了紫荆小区,学长,有一个事情和你说下,苏又威认真的道,萧凡心跳加速,是不是有了幕后势力的消息? 嗯,萧凡深吸了一口气,他拉着苏又威的手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幕后黑手是哪家? 苏又威道,我查到邮差和姬家一个人有关系,就花了不少时间调查,终于查到了一点信息,姬家,萧凡争了争,姬家他当然知道,当年陆素素就是被姬家的人杀的,姬家被陆家逼得远走海外。 又威你能确定是姬家?苏又威点了点头,基本可以确定六爷的身份已经确定他是姬家人,二十几年前嫁到了柳家,萧凡神情古怪地望着苏又威。 六爷是女的,苏又威点点头。萧凡有些凌乱,六爷竟然是女的,这隐藏得过分了啊。 学长,我查出来的结果六爷确实是女的,她是姬家家主姬凤天的女儿,排行老六,今年四十三岁,后天级别舞者,擅长口技,擅长伪装。 萧凡轻咳一声,她擅长的这个口技,她正规吗?瞬间苏又威翘脸通红。 学长,我和你说正经的呢,她的真名叫姬春炎,从小用的是黄军碧这个名字,她的身份一直是隐藏的。 萧凡深吸了一口气,这个柳家是不是不简单?苏又威点点头。 政商家族,姬家从小把姬春炎那样培养,就是为了让她暗中搭上关系。 当年姬家被驱逐她藏得更深,如今她给柳家生下了三个孩子,她丈夫今年四十七岁,极有可能成为柳家下一任掌舵人。 她丈夫如今的地位不低,说到这苏又威拿出手机搜出来了姬春炎丈夫的资料。 萧凡看了看眉头紧皱,哪怕陆家针对柳家,肯定都不是容易事情。 又威,姬家应该发现有灵学,这个查出来没有。 萧凡询问道,姬家肯定发现了灵学,假如没发现灵学,姬家根本就没有必要杀她父母,夺他们萧家的功法。 苏又威摇了摇头,不清楚,不过我查到姬凤天等三人最近三年极少露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应该在灵学内修炼。 萧凡神情凝重,他们萧家的家传功法灰色难懂,可姬家得到功法已经有这么久,姬家家主等的实力难以估量。 三年前他们露面比较多,最近三年才极少露面。 嗯,萧凡陈思卓,五年前他父母出世,那个时候姬家肯定就已经发现灵学,可得到功法他们不能立刻修炼。 应该三年前他们知道了如何修炼九转真龙诀,萧凡心中暗道,姬家的人本就是武者,姬家家主是先天级别强者。 他们摸索着把九转真龙诀入门完全有可能,入门之后可以边修炼边悟。 学长,姬家的实力如今肯定很强,说不定已经有宗师纪高手,再加上柳家,你千万得小心,苏优伟眼中露出担忧之色。 嗯,萧凡神情凝重地点头,又为你查这些没有让人察觉到异常吧? 苏优伟摇了摇头,我最近黑客技术又有一些提升,而且我是侧面调查发现的这些东西。 华国某地,深山中一幢豪华别墅内,哄,后,姬家家主姬凤天身上爆发出来恐怖气息,她的房间内有虎啸声传出,方圆百米清晰可闻。 爸突破了,爸终于到了宗师级别,哈哈哈哈,别墅内还有两个人,他们眼中都露出狂喜之色。 没多久时间,虎啸声消失不见,姬凤天的房门打开了,他今年七十来岁,可看上去也就六十岁左右。 爸,您到了宗师级别,门外姬凤天的两个儿子等着,其中一个激动道。 不错,姬凤天笑着点头,肖家的功法确实厉害,只是吸收了一些优点就让我这么快达到了宗师级别。 三年前他只有先天初期的修为。 爸,到宗师级别有多厉害,姬凤天另一个儿子欣喜得到。 姬凤天想了想到,刚刚突破也就能打两个先天圆满吧。 再过一段时间打三个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重要事情? 最近一个来月,姬凤天是心无旁骛修炼,哪怕有比较重要的情况发生。 他也吩咐过别打扰他。 爸,最近还真有一些重要情况,雷山县那边出现了一个灵学,灵学在消防的别墅内,他赚了不少钱,还和军方搭上了关系。 姬凤天大儿子姬凌峰道,他详细地把最近的重要事情说了一遍。 爸,您如今突破到了宗师级别,我们也有先天级别修为,我们姬家是不是可以重见天日了? 姬凤天三儿子姬鹏陈生道。 最近三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窝在这边修炼,人生又有几个三年,他们憋在这边修炼并不轻松。 嗯,姬凤天微微点头。 他如今宗师级别,姬凌峰,姬鹏他们先天级别。 他们姬家的实力应该已经碾压华国一众五道家族。 爸,我们先从哪里着手? 姬凌峰兴奋得到。 终于不用狗在这里修炼。 姬凤天眼中静芒闪烁,我们如今的实力并不足以与国家对抗,你们可以行动。 但还是得悠着点,先送肖凡上路吧,你们稍微小心点,他说不定已经是舞者。 姬鹏笑道,爸咱们可是先天级别的高手,肖凡如今就算是舞者。 顶多顶多达到花境级别,杀他轻轻松松。 姬凤天皱眉道,别大意,他身边说不定有高手保护,杀了他之后,把事情嫁祸给东兴社。 是,父亲,姬凌峰和姬鹏他们很快离开。 随着姬凤天突破,别墅这边的灵气只够姬凤天一个人吸收了,他们继续待在这边没有异议。 姬家沉寂了这么久,也是时候展现出来自己的锋芒。 老三,我回家族,肖凡那里交给你了,你最好活捉他,确定一下他是否知道功法。 再问问他是否把功法传了出去。 姬凌峰沉声道,姬鹏点了点头,大哥你放心,以我如今的实力解决他轻轻松松。 姬凌峰皱眉道,你别去动苏又威,如果想发现你找别的女人,动了他就不好嫁祸给东兴社。 苏又威如今回了陆家,东兴社针对肖凡肯定不会带上他。 大哥,我是这样的人吗?你是不是自己清楚? 姬凌峰没好气得道,年轻的时候姬鹏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勤,后来家族出事,他练功才勤了许多。 大哥,你管好家里的事情,肖凡那里交给我就好。 一个小屁孩,我轻轻松松就收拾了他,姬鹏咧嘴笑道。 嗯,两人很快分开,几个小时之后姬鹏到了Z市,他们姬家的情报显示,肖凡如今没在雷山县就在Z市。 晚上,学校宿舍,肖凡和叶飞他们在游戏里大杀四方。 哈哈哈哈,爽,打这些孙子还是得三哥你一起才舒服。 沈臣兴奋地大笑道。 肖凡脸上也带着笑容,偶尔这样打打游戏还是挺痛快的,毕竟他如今也还是个年轻人。 兄弟们和你们说个事,明天我未婚妻过来,咱们明天中午再聚一次,我请客。 孔旭看了看手机消息道。 我靠,求求你们做个人啊,今天刚被二哥他们塞了一嘴狗粮,明天又要被老大你们塞。 沈臣瞪眼道。 孔旭瞅了瞅沈臣道,只要把你沈大哨的身份亮出来,你找女朋友还不轻轻松松。 老三你们没有问题吧,肖凡和叶飞都摇了摇头。 叶飞笑道,老大还得是你啊,居然都已经是未婚妻了,对了嫂子叫什么名字啊。 刘雨晴,肖凡争了争,姓刘。 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孔非联姻的必然不会是小家族,姬春炎嫁道的就是柳家。 肖凡道,老大,刘雨晴是H生的。 孔旭笑道,老三你这脑袋确实是比我们聪明,我只说了名字就被你猜出来了。 肖凡的心沉了下去,还真是这样。 老天爷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老三,有什么问题吗? 孔旭察觉道肖凡的神情似乎有一些异样。 肖凡摇了摇头,没,我只是想起了我爸妈罢了。 我和又微成亲到时,他们都看不到。 老三,想开点,你只要过得好,叔叔阿姨他们在天之灵也会开心的。 孔旭拍了拍肖凡肩绑道,肖凡微微点头,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见。 很快肖凡就从宿舍楼离开了。 他前往了紫禁小区,待会得让苏又微查一下,看看刘雨晴的父母在柳家到底什么身份。 嗯,离开学校,肖凡很快察觉到了不对。 有人跟踪他。 对方和他的距离超过百米,普通人根本就发现不了,但肖凡的无感比普通人强得多。 心跳这么平缓,肖凡动用超级听力,仔细听了一下,他心头一惊。 对方心脏跳动每分钟不超过十次,心跳平缓,呼吸绵延悠长,对方是高手。 没有动用精神念力,肖凡给苏又微发了一条信息,可半分钟过去苏又微都没有回复他。 滴滴,肖凡打电话给了苏又微。 很快苏又微接通了。 老婆干嘛呢? 给你发信息都没回,聊了几句肖凡就挂断了电话。 苏又微立刻查看了信息,他脸色微变,竟然有人跟踪肖凡。 我马上查,苏又微给肖凡发了一条讯息,他迅速到房间内打开了电脑,半分钟不到他就入侵了监控。 鸡鹏,苏又微倒吸了一口凉气。 鸡家的人长什么模样他如今知道,监控平时里面,跟踪肖凡的赫然是鸡家老三鸡鹏。 学长,跟踪你的是鸡家的鸡鹏。 苏又微紧张地快速给肖凡发了消息。 肖凡神情凝重,鸡鹏的实力肯定不会弱。 如果鸡鹏的实力弱,鸡家还不如暗网找杀手。 又微能不能通过鸡鹏的行踪,找到鸡家灵学所在。 肖凡发消息询问道,他身上并没有手机,我只能通过监控查找,能不能找到灵学,咱们需要一点运气。 发完消息,苏又微立刻调查了起来。 刘伟,这家伙用了假名,很快苏又微从今天的航班信息中查到了鸡鹏,这家伙下了飞机就直奔肖凡这里。 学长,我查到他从六合线过来,离开县城之后没有监控,具体地点不知道。 没多久肖凡又收到了苏又微的信息。 他眼睛一亮,能精确到限制很好了。 我虽然只有后天圆满的修为,但我如今的实力先天巅峰,大概率不会弱于鸡鹏。 而且他不知道我的实力,肖凡眼中静芒闪烁,他打算先下手围墙干死鸡鹏。 又微,配合一下吵个架。 肖凡又给苏又微发了一条消息。 苏又微争了争,吵架。 和肖凡在一起,他和肖凡半嘴都没有过。 弟弟,肖凡再一次打电话给了苏又微,又微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 我需要时间修炼,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 苏又微深吸了一口气,修炼修炼,你就知道修炼,打打杀杀的有什么好。 我不要你成为什么舞者,外公也不喜欢舞者。 距离肖凡百来米,鸡鹏眼睛一亮。 肖凡居然和苏又微半嘴了,这对他来说挺不错。 吵吧吵吧,吵一架生气离开,老子待会再送你上路。 鸡鹏心中嘀咕。 他发现附近监控非常多,在这边下手杀肖凡不妥。 又微,我不想和你吵,咱们都冷静冷静。 争吵了两分钟,肖凡挂断了电话。 有出租车经过,肖凡挥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师父,去江边,出租车很快离开,鸡鹏记住了车牌号码, 每多久时间他同样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啊。 鸡鹏脸上露出淡淡笑容。 江边好啊。 夜晚江边没人的地方,杀了肖凡直接丢江里就好。 半小时过去肖凡到了江边。 已经晚上十点,江边闲逛的人嘻嘻啦啦。 两瓶二锅头,在一个小卖部买了两瓶白酒。 肖凡到了一个昏暗没人的地方,这边监控完全照不到。 爸、妈,杀害你们的幕后凶手我查出来了。 今晚就先杀鸡家一人告为你们在天之灵。 肖凡心中暗道,他打开了其中一瓶白酒。 咕噜咕噜,拿起酒瓶肖凡一口气直接就干掉了大半瓶。 还是太年轻啊,吵个架就跑到江边喝闷酒。 远处姬鹏笑了,他的警惕心降低不少。 咕噜,十分钟不到第一瓶酒被肖凡喝完了,他又开了第二瓶。 半小时内第二瓶又被他干掉。 时间更晚了,周围没什么人,姬鹏走向了肖凡。 隔着二三十米,姬鹏就闻到了很浓的酒味。 四,肖凡手中一枚三棱镖以恐怖的速度视向姬鹏。 这三棱镖是肖凡让金将军帮忙用乌钢打造的。 他的杀伤力比硬币铁钉杀的强很多。 不好,姬鹏看到了三棱镖,可他完全来不及闪避。 肖凡喝了两大瓶白酒,姬鹏如今的警惕性极低。 还没突破到后天级别前,肖凡就可以让铁钉等的速度堪比狙击枪。 如今他后天圆满级别的修为。 三棱镖的速度超过2000米每秒。 和这样恐怖的速度相比,二三十米只是极短极短的距离。 扑,先天级别强者反应速度很快,但姬鹏也只来得及避开心脏。 三棱镖擦着他的心脏穿了过去。 心脏附近的大动脉直接被三棱镖割断。 因为速度太快,三棱镖并没有在姬鹏体内翻滚。 姬鹏的后背也只是出现了比较小的伤口。 他并没有瞬间死亡。 杀,姬鹏扑向了肖凡。 哪怕自己要死,他也要拉着肖凡一起。 刹那间肖凡瞬移了出去。 他到了百米之外。 扑,姬鹏一劝砸空,他的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扑,第二枚三棱镖射了过来,已经被重创的姬鹏没能闪避。 这枚三棱镖精准地射中了姬鹏的脑袋。 三棱镖强大的冲击力,带动着姬鹏的尸体掉向了江里。 说来话长,但从肖凡出手到姬鹏尸体掉到江里也就两秒时间。 附近并没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异常。 说,肖凡精神念力锁定姬鹏的尸体,他把姬鹏的尸体收到了次元带里面。 次元带里面没有空气,无法收活物,收尸体没有问题。 说,肖凡精神念力覆盖到了地面上,地上的鲜血,包括姬鹏身体内带出的碎肉都被他全部收了起来。 他仔细看了看,地面上没有了任何鲜血痕迹。 说,两枚三棱镖,其中一枚到了江里面,这枚肖凡懒地收了,另一枚到了土堆中。 肖凡找到收了起来。 呼,一切搞定,肖凡松了一口气。 右威,解决了,我现在回来,你处理一下监控。 好的学长,苏右威同样松了一口气。 他其实一直通过监控关注着,但肖凡刚刚所在的地方处于盲区。 姬鹏实力强,他想不担心都不行。 很快,苏右威出手,相关监控的视频有的被删除,有的被替换。 姬鹏从机场出来就没有了关于他的视频。 隐身着,肖凡一次次瞬移,他到了几公里外。 重新打车,肖凡前往紫禁小区。 以后对付先天级别的强者,还是攻击脑袋比较好。 肖凡心中暗道,他有一点点后怕。 心脏附近大动脉被割断,姬鹏竟然还能支撑着反击。 假如他不能瞬移,他必然会被姬鹏击杀。 姬鹏的绝命一击,肯定会一拳打爆他的脑袋。 肖凡开始想的是,先天级别的强者反应速度快,攻击脑袋容易被避过,攻击心脏更容易命中。 没想到先天级别强者生命力那么强。 小伙子,失恋了,听书一句少喝点酒,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 闻着肖凡身上的酒气,开车的司机道。 肖凡,半小时过去肖凡到了苏佑威那里。 学长,你喝了很多酒,肖凡点点头,为了让姬鹏放下警惕喝了两瓶,我都运工逼了出去,身体没问题你别担心。 嗯,学长所有的监控都处理了,就算姬家查,他们也只能查到姬鹏到了Z市,之后姬鹏是什么情况,他们绝对不可有查到。 苏佑威道,那就好,我先去洗个澡,你再帮我查一个人柳家刘雨晴,十分钟不到肖凡就冲完澡出来了。 又喂,咋样,已经查到了,刘雨晴是姬春妍的女儿,姬春妍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是柳家的掌上明珠。 学长,我还查到刘雨晴和孔旭有了婚约,肖凡坐下揉了揉脑门。 孔旭和谁联姻不好,咋就和柳家联姻了呢?还正好是姬春妍的女儿。 刘雨晴这个人怎么样?学长,我查到的资料她很不错,学习成绩好,私生活也不混乱。 肖凡微微叹了一口气,如果刘雨晴这个人本身有问题,或许可以从这一点着手。 可孔家能联姻,刘雨晴各方面条件怎么会差? 学长,姬家的事情我觉得和外公说说吧,政治方面的东西,由外公去处理会比较好。 肖凡微微点头,这方面确实由陆家处理会比较好。 刘雨晴明天会过来,老大说明天我们中午继续聚餐一次,她请客。 苏又微争了争,又微你在帮我查查柳家,除了姬春妍,柳家其余人有没有问题? 苏又微摇头道,我已经查过了,要说完全没有问题当然也不是,和其余大家族可能差不多吧? 对了学长,姬春妍非常擅长社交,她丈夫能生得那么快她起了不小作用,他们夫妻间感情不错。 肖凡暗暗皱眉,姬春妍和她丈夫二十多年的感情,有了三个孩子,感情也不错。 动她就等于动柳家,姬家还真是苦心经营啊。 说不定除了柳家,姬家在其余家族还有暗子,肖凡沉声道。 苏又微点点头,我觉得肯定有,姬凤天完全可以暗中收养子养女啥的,让他们进入一个个势力。 养子养女啥的可能没有姬春妍这样的亲生女儿靠谱,但让他们进入次一级的家族完全足够。 又微,你也别太担心,只要实力足够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姬家道师所有的经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肖凡搂过苏又微笑了笑道。 目前他对自己没有绝对信心,但他也不是没有后台的啊。 他爷爷萧海如今距离称帝都不远了。 上回联系,萧海和他说已经占据了神燕皇朝半壁江山,而且又有二十万士兵倒向了他。 萧海如今手下拥有百万雄师,神燕皇朝朝廷也有百万军队,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萧海的百万军队实力更强,势如破竹。 萧海距离称帝不远。 学长你先不要管那么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在别墅那边修炼吧,争取早一点到先天级别。 萧凡陈寅道,我得去一趟瑞丽或者缅国。 你能不能弄出虚假信息,让姬家的人以为姬鹏去了缅国。 苏又微点点头,没有问题,叮咚。 第二天上午,萧凡和苏又微一起来了陆百川这里。 又微,快进来,萧小子你空着手过来拜访,开门看到苏又微,陆百川眼睛一亮,再看到苏又微身后的萧凡,他就没那么客气了。 在陆百川眼里,萧凡那是拱自家小白菜的猪。 老头子,你瞎说什么?小萧你别介意啊,老头子你再瞎说,小心又微以后不理你。 柳秀云没好奇得到。 可,萧小子你也进来吧。 萧凡很快和苏又微一起进入了房间。 陆百川他们住的这个户型面积比他那个大不少。 陆老,以后你们在帝都的时候,我在登门正式拜访,今天过来找您是有重要事情。 萧凡对陆百川道。 柳秀云笑道,小萧你今天在这边吃午饭吧,有位咱们一起去买些菜怎么样? 外婆我们改天再来吃饭,今天学长宿舍老大女朋友过来,约了中午一起聚餐。 柳秀云点点头。 陆百川招呼着萧凡到了书房里面。 萧凡意念一动在周围布下的空间屏障, 这样他和陆百川说话就不用担心被窃听。 萧小子你所说的重要事情,不会是要迎娶又微吧? 你们都还没有毕业,这个免谈。 陆百川坐了下来轻哼道。 萧凡摇了摇头,自然不是。 陆老我要说的重要事情和姬家有关系。 您老稳住心身,陆百川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不少。 你别告诉我姬家找你来做说客想重回国内, 我们陆家在一天,姬家想都不要想。 陆老,不是这个。 萧凡同样坐了下来,陆百川伶俐的目光盯着萧凡。 只要萧凡帮姬家说话,他保证用怪账把萧凡打出去。 陆素素被姬家的人杀死,这是陆百川心中永远的痛。 以他的身份地位,他竟然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陆老,姬家早就暗中到了国内,陆百川轻哼一声, 华国那么大,他们悄悄进入我管不着,但姬家别想回国发展。 萧凡道,根据我如今了解到的信息,姬凤天他们可能在六合县,那边几可能有灵学。 嗯,杀我父母的幕后凶手是姬家任,姬凤天的修为很有可能达到了宗师级别。 陆百川瞳孔周梭。 他讨厌舞者,可他对于舞者还是了解的。 华国先天级别的强者以前一只手数得过来。 灵学出现先天强者或许多了一点,但应该没有宗师诞生。 姬凤天如果达到了宗师级别,对他们陆家,甚至对整个华国都是不小的威胁。 你的消息可靠,陆百川沉声道。 萧凡道,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性不低于七成。 陆老还有一个问题。 说,H生柳家的黄军碧,她本名是姬春炎,她是姬凤天的女儿,排行第六被人称为六爷。 陆百川深情凝重,H生的柳家能量虽然弱于他们陆家,可在政界的能量也不弱。 而且她知道最近柳家和孔家联姻了,柳家和孔家强强联合,能量不比他们陆家弱,而且她的身体不佳,或许只能再撑一两年。 运气不好几个月内一命呜呼都有可能。 姚春炎这个你确定,萧凡点点头,基本确定她擅长口技,擅长伪装,从小姚家就是暗中培养她。 以苏又微的能力,她既然和她说,就肯定不会假。 萧小子你不简单啊,这些信息安全久局都没有查出来,你到底是从哪里知道的? 陆百川凝视着萧凡道。 萧凡平静地道,陆老,我有钱,而且我也舍得花钱,查到一些东西不挺正常。 陆百川,萧凡这说的很有道理。 他们陆家如今当然比萧凡有钱,可陆家能拿出来的流动资金还真未必有萧凡多。 卖那个仓库萧凡赚了八亿五千万美刀,这可是一笔巨款。 知道萧凡有这么多钱,有人想用消息换钱完全有可能。 要不我让孔家取消和柳家的联姻,改为和我们陆家联姻。 陆百川愁了愁萧凡道。 萧凡翻了翻白眼,陆家苏又微他们这一辈,就苏又微是女孩。 您这话和又微去说吧,看他以后还来不来你这里。 算了,人老了受不了这个词机,陆百川摇了摇头,六河县那边,我会让人把消息曝光给国外势力,让他们去查。 萧凡心中暗道,姜还是老的辣啊。 姬凤天很可能有宗师级的势力,让国外的势力去查很不错,他们的人找上门也是送死。 陆老,东兴社不错,你是不把东兴社往死里坑不舒服,东兴社可以算一个,但只有东兴社不够。 陆百川眼中金芒闪烁。 陆老,柳家那里,你别插手,你去招惹柳家那样的家族,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个得从长计议。 主要还是姬凤天他们,只要姬凤天他们死亡,柳家不可能被姬炎穿带沟里去。 萧凡点点头。 蛇无头不行,姬家的蛇头自然就是姬凤天。 陆老,该说的我说完了,告辞。 萧凡站了起来。 陆百川沉声道,小心点,你别死得不明不白,让又微伤心。 这些东西以后最好不要再插手,姬家既然又卷土重来,老子会弄死他们。 很快萧凡离去,陆百川考虑了好一会儿给姬万臣打了电话。 给你们介绍一下,她是我未婚妻刘雨晴。 雨晴这位美女是吕雪燕,她身边的是我们宿舍二当家叶飞。 这一位是苏又薇,她身边是我们宿舍老三萧凡。 最后这个是我们宿舍唯一的单身狗沈臣。 中午萧凡他们见到了刘雨晴,恐虚热情地介绍道。 老大,我抗议,你这是人身攻击。 沈臣翻着白眼。 大家好,刘雨晴微笑道,你们都是续歌的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们。 又微雪燕你们都好漂亮啊。 一顿饭下来,刘雨晴已经和肖凡他们挺熟络。 肖凡也看得出来恐虚还挺喜欢刘雨晴。 政治联姻,能找到一个众议对演的并不容易。 搁几个,咋样? 雨晴虽然是家里安排的,但我感觉还不错。 吃完饭苏又为他们三个一起逛街去了,恐虚和黑笑道。 肖凡暗暗叹了一口气,不考虑姬春炎的因素,他觉得刘雨晴还不错。 考虑到姬春炎的因素,他想吐血。 姬春炎是六爷,是杀死他父母的主谋之一,同时他还是刘雨晴的母亲。 这如何化解? 和孔旭说,让孔家退婚。 他们是政治联姻,孔家这样干就是王死里得罪柳家。 东阳国,东兴社。 宫本柳夏最近心里憋了不少火。 雷山县那里,为了离开别墅他从马桶里面顿走。 回国之后争夺灵学,他又没有占到什么好处。 九三研究所背后是国家。 他是先天级别强者,东兴社实力不错,可被人敲打一番之后,他只能放弃打东阳国那个灵学的主意。 买仓库花了很多钱,东兴社资金吃紧,他暗中派了人前往缅国。 结果人到那边没多久便失联。 社长,好消息。 我们得到了一条十分可靠的情报,华国六河县九成的概率有灵学。 但具体位置不清楚,有人匆匆到了宫本柳下面前道。 宫本柳夏呵斥道,位置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九成的概率有灵学? 这又是哪里听来的假消息? 社长,这是我们从华国军方得到的绝密情报。 六河县发现了超级生物,但具体是在六河县哪里发现的,我们暂时不清楚。 宫本柳夏眼中惊芒闪烁,如果真的在六河县发现了超级生物,六河县确实极有可能有灵学。 华国军方没有行动,社长,暂时还没有,华国军方本身五道高手就不多,他们已经占了一个灵学。 找到六河县的灵学,对他们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宫本柳夏微微点头,这个确实如此。 再找到一个灵学,华国军方占据的可能性低,倒是不是安全九局占据,就是华国五道势力占据。 社长,这对我们来说是绝佳的机会,如果我们发现灵学,或许我们能独占那个灵学。 宫本柳夏没多久就派出了东兴社不少强者。 后天级别的高手派出了两个,华镜级别的高手派出了十几个,另外还有三十来个达到暗镜级别。 他们偷偷潜入了华国,第二天他们就赶到了六河县秘密调查。 六河县总共有十二个乡镇,东兴社的人找上了一个个地头蛇。 虎哥是吧,我们一个仇家藏在了六河县,很可能是在你们这个镇子,说说吧。 你们这个镇有没有异常情况? 东兴社一人冷声道,他说着从怀里套出来一把手枪。 旁边东兴社另外一个人拿出来一叠红色的票票。 这里是五万块钱,假如你提供消息我们找到了人,钱是你的。 你如果隐瞒,事后我们在你们镇找到了人,你一家老小的命我要了。 拿枪的男子说着从口袋里面又拿出来了一个消音器,他慢条斯理地把消音器装好了。 大哥,我不知道,我们这个镇子一切正常,没有异常情况啊。 虎哥战战兢兢地道,你到那边树下站好。 拿枪的男子示意虎哥到十几米外的大树下站好。 两位大哥,我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没事,我们相信你不知道,另一个男子扣住了虎哥的手腕,虎哥人高马大,但他被对方轻易地拖到了十几米外的大树面前。 站好别动,我大哥试试枪法,拖人的男子嘿嘿笑道,他把一个苹果放在了虎哥头顶。 扑,持枪男子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虎哥头顶的苹果立刻四分五裂,他差点被吓尿。 枪是真家伙啊。 而且对方敢这样开枪,妥妥地亡命之徒。 大哥,你的枪法进步很大啊。 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橘子。 托人的男子笑呵呵地道。 持枪男子有点迟疑地道,挑战橘子,算了吧,以前挑战成功率只有一半,现在估计也就七成。 大哥,我相信你,托人的男子把一个橘子割到了虎哥脑袋上面。 我想起来了,我,我知道一点东西,虎哥京剧无比地道。 橘子那么小,对方打中他的脑袋他就得挂。 你知道,持枪男子眼睛一亮,虎哥是他们这一组找上的第三个人。 我们镇确实有点异常情况,几年前有个老板在山里修了别墅,我想搞点钱。 结果被收拾得不轻,我用望远镜暗中观察过,别墅里面住了几个人,他们极少离开。 常年窝在别墅内很可疑,虎哥快速地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说了出来。 别墅里面的人他怕,面前的亡命之徒他更怕。 带我们过去,不用太靠近,二十分钟之后,三人到了距离别墅几百米的地方。 就是那幢别墅,我以为能搞到不少钱,没想到碰到了硬茶子。 大冬天让我们在池塘里泡了半小时,骨头都冻僵了。 虎哥指了指别墅道,你可以滚了,闭紧你的嘴,否则不保证你一家老小的性命。 是,是,虎哥迅速离开。 他打定主意赶紧带着自己家人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腾田君,发现重大可疑地点,你们快过来。 持枪男子传出了消息。 没多久他们这一队其余几个人开这一辆面包车过来了。 持枪男子他们两个人也挤到了面包车里面。 面包车很快驶向别墅。 嗯,别墅里面鸡凤天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这里散养了好几条大狼狗,平常根本就没有人靠近。 汪汪,汪汪,两条大狼狗。 发现面包车立刻扑了过去。 哪怕有人误闯这边,看到大狼狗很可能也会后退。 但鸡凤天发现面包车还是快速靠近别墅。 灵气,这边真有灵穴。 很快面包车就开到了别墅前屏。 车内东兴设的几个人兴奋不已。 他们都感觉到了这边的灵气。 快把消息汇报上去。 车内其中一个人开口道。 休,休,休。 一把筷子从别墅里面飞了出来。 筷子击穿了面包车的玻璃,击穿了车内所有人的脑袋。 他们居然想汇报消息,这鸡凤天可忍不了。 三年前他到这边时只有先天小城,短短三年他成为了宗师。 鸡凤天怎么可能让人把这里曝光? 东洋人,很快鸡凤天从别墅里面出来了。 看到面包车里面的几个家伙他眉头皱了起来。 东洋国的人跑这里来做什么? 该死,查看他们手机里的信息,鸡凤天发现他们早就把位置发了出去。 只要一段时间联络不上,这些人的同伴肯定会过来。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半小时不到东兴社有人拨打了藤田的电话。 怎么会关机呢? 打电话的人有些疑惑,他们如今在执行任务,手机没有电,这样的低级错误藤田应该不会犯啊。 很快他拨打了藤田他们组另一个人的电话。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是同样的提示。 不妙,情况不妙,打电话的这人迅速联络了东兴社过来的其余强者。 一个小时过去他们三十几个人全部聚集了。 出发,七辆面包车迅速前往别墅。 别墅这边鸡凤天已经让人处理掉了尸体。 最近三年鸡家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别墅内修炼,可六河县这边鸡凤天还是有心腹为他干活的。 汪汪,几辆面包车靠近,几条大狼狗迅速凶猛地扑了过去。 狗东西,去死,为首一辆面包车里面有人出手。 几柄锋利的飞刀眨眼间就射杀了冲过来的几条狼狗。 别墅内鸡凤天的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打狗还得看主人面呢? 更何况是杀狗。 养了三年,对这些狗鸡凤天多少有点感情。 五辆面包车继续靠近,很快车子到了别墅前屏。 灵气,东兴社这些人兴奋不已。 大家警惕,这边应该有高手。 村爷,你立刻把情况汇报上去,请社长亲自过来一趟。 其中一个后天级别的强者提醒道。 他并没有很紧张。 他们实力都不弱,而且不少人带了枪。 就算有先天级别的强者在这边,以他们的实力也能应付。 是,板田军,车里面其中一人立刻道。 扑,扑,扑,几凤天丢出了一把铁钉,第一辆车里面的五个人全部死亡。 其中包括一个后天级别高手。 你们联系试试,扑,扑,扑,攻击,攻击,后面一辆车里,另外那个后天级别高手力声道。 他们不少人立刻举枪对准了别墅准备开枪射击。 休,休,眨眼间十几根铁钉射了出来,他们分别射向了不同目标。 十几个准备开枪射击的人全部死亡。 第一辆车里五人全死,后面又十几人死亡。 短短时间东兴设这三十几个人大部分命丧黄泉。 投降,我们投降,前辈我们这就离开。 说话的是那个后天级别强者,他还活着。 扑,扑,几凤天再次出手。 瞬间这个后天级别强者,包括另外几个打算开枪的人同样死亡。 三十几人还活着的不到十个。 他们战战兢兢,完全丧失了出手的勇气。 扑,几凤天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了。 不想死都从车里面滚出来。 扑,凤天冰冷的声音从别墅里面传了出来。 已经死了二十几个人,死亡超过了三十分之二。 可东兴设这些家伙连扑凤天的面都没有见到。 里面的大人让我们下车,大家快下车。 其中一辆车里,有人用东洋雨大声道。 还活着的只剩下八个,很快他们从车内出来了。 他们全部高举着双手,身上都没有带任何武器。 说吧,你们是什么失利的人? 几凤天还是没有露面? 大人,我们是东兴设的,我们社长和您一样是先天级别强者。 求大人看在社长的面上饶了我们。 这些尸体我们会带走处理,不劳您费心。 我们东兴设绝对不会再过来争,对于这个灵学我们也会严格保密。 其中一个会华语的小本子战战兢兢地道。 东兴设是吧? 公本柳夏可不是老夫的对手,假如这边的消息泄露出去。 你们东兴设到时就没必要存在了。 几凤天杀气腾腾的声音从别墅里面传了出来。 他考虑过把这些家伙全部杀了,可这样灵学曝光的概率大,留他们或许还能震慑住东兴设。 而且这些小本子死了不少人,让他们自己处理尸体也好。 大人您放心,我们不蠢,我们社长也不蠢。 大人您这么强的实力我们肯定不会招惹您。 滚,把那几条狗的尸体也带走。 几凤天冷声道。 是,是,多谢大人饶命。 东兴国剩下的这点人灰溜溜地迅速离开。 鸡凤天眉头紧皱,咋就被人知道了呢? 难道鸡鹏他们出现了问题? 案例应该不至于啊。 鸡凌峰的修为接近先天圆满,鸡鹏也接近先天巅峰。 整个华国如今先天级别的高手都没有几个。 丁。 肖凡那个神眼APP收到了苏游威发的消息。 他如今在云南瑞丽。 唐在天带着他看过了许多高价原石。 有的原石里面倒是有不错的翡翠,但没有任何一块里面有零食。 他之前能发现一块零食属于运气爆炸。 学长东兴社的人找到了灵学,他们被鸡凤天杀了三十几个,剩下八个带着尸体离开了。 鸡凤天希望通过这样的威慑手段让东兴社退缩。 看了看信息,肖凡脸上露出了微笑。 东兴社这次损失大啊。 过来的四十几个人可都是好手,居然死亡三十几个。 工本留下知道消息可能会气得吐血。 灵学在哪里? 苏游威很快发给了肖凡一个地址。 老公地址发给你了,但你可不能过去啊。 鸡凤天几短时间内杀了不少人。 他肯定成为了宗师。 放心吧,我又不傻。 肖凡收好手机,唐在天笑道,肖少你和苏姑娘是男才女貌啊。 以后结婚可得请我喝杯喜酒,没问题。 唐老板,瑞丽这边顶尖的原石就这些了吗? 唐在天想了想到,公开售卖的就这些了。 不过有些老板,那里还有极少数不打算卖的藏品。 那些藏品集的原石,除非买主愿意接受大的一家。 否则收藏的老板看都不会让别人看一眼。 肖凡眼睛一亮。 藏品集的原石中,说不定可以找到一块零食。 唐老板,麻烦你联系他们,我愿意接受大的一家。 好的肖少,唐在天点了点头,除了一个老对头,其余人我豁出老脸。 他们应该还是可以让我们看一看。 半天过去,唐在天带着肖凡转了好几个地方。 肖少,除了我老对头那里,其余人那我们都已经看过。 咱们现在去我老对头那碰碰运气,如果不同意也不要太勉强,我去缅国找找。 杨军开车,唐在天的家常劳斯莱斯半小时后靠近了一个庄园,整个庄园竟悄悄得非常安静。 奇怪,这老东西家里的两条狗以前隔着老远就叫,现在都快到门口了,怎么都没叫了。 还有这老东西电话也不接,搞什么鬼,唐在天嘴里吐槽着。 两个,停车,肖凡呼得道。 至,杨军连忙踩下了刹车,车子立刻停了下来。 唐在天身体一清差点摔倒,肖少,怎么了? 肖凡神情凝重地道,庄园里面死人了,我闻到了血腥气。 肖凡说着动用了精神念力。 很快肖凡就发现了门卫室里面的尸体,死者喉咙被割开了,血流了一地,眼睛瞪得大大的。 咦,肖凡发现了地上有带血的脚印,脚印很小很大。 如果他不是动用精神念力扫描或许还发现不了。 杀人的并不是人类。 肖凡精神念力很快就找到了其余的尸体,也发现了其余的血脚印,发动袭击的家伙不止一个。 咔嚓,咔嚓,精神念力继续往深处扫描,肖凡发现了更多尸体。 当他的精神念力到地下宝库的时候,肖凡听到了声音。 几只大老鼠正挖着地下宝库的混凝土墙。 两米厚的高标混凝土墙已经被挖穿大半,里面粗壮的钢筋都被啃断了。 几只大老鼠都很兴奋。 金爪零鼠,肖凡睁了睁,他认出了那几只大老鼠是什么玩意。 一介生物肖海让人拍了一个视频给他。 里面有许多生物的详细介绍,其中就包括金爪零鼠。 这玩意儿的爪子和牙齿锋利如刀。 他还有寻找灵矿的能力。 等等,这几只金爪零鼠到了这边,难道这个宝库里面有灵石? 肖凡的精神念力有些艰难地穿过了宝库大门。 里面有三块巨大的原石。 精神念力探不进去啊,肖凡心中暗道。 他的精神念力延伸过来已经不容易了,再探到原石内部找到灵石。 这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了。 顺一到宝库里面,肖凡脑海中冒出这样的念头。 他精神念力能延伸进来,顺一到宝库里面可以做到,但这家人已经很惨。 他还偷东西不像话。 真的有血腥气,咱们得报警。 杨军到大门附近转了转返回道。 他没看到尸体,但闻到了浓浓的血腥气。 肖凡摇了摇头,这不是普通的凶杀案,警察处理不了,我来找专业人士处理吧。 掏出手机,肖凡打电话给了江万臣。 帝都,江万臣眼中露出差异之色,肖凡居然打电话给他。 肖凡同学,你找我有什么好事? 接通电话,江万臣道。 肖凡撇撇嘴道,江局,好事没有坏事有一个,想不想听? 江万臣,你说说。 肖凡道,我在云南瑞丽发现一家人非正常死亡,他们应该是被超级生物杀害的。 江万臣眼睛一亮,对于死者,对于死者家属来说这不是好事,但对于国家来说,这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 代表着那边可能有灵学。 肖凡,你具体地点在哪里? 我这就派人过去,我自己也会赶过来。 肖凡说了自己的位置。 半个小时左右,距离最近的两个安全酒居成员赶了过来,他们两个都只是按镜级别的修为。 肖凡是吧?你怎么知道有人死了?怎么知道和超级生物有关系?你又过来做什么?其中一个人盘问肖凡道,肖凡皱了皱眉,你平常嚣张习惯了吧?以前和你们局长说话,你们局长都比你们客气多了。 要不要我给你们将局长打个电话,给你们换换工作,另一个人连忙道,肖先生,抱歉抱歉,有人死亡,又关系到超级生物,太有一些敏感了,这边由我们接手,你如果有事情可以去忙。 我们会在这边等局里更多人过来再处理。肖凡指了指不远处的车子,我和他们一起过来的,本想过来买原石,发现了这边有异常情况,我和你们一起等,我让他们先离开,好的好的。 肖凡对着车子喊道,唐老板,杨哥,我这里还有点事情,你们先走吧,明天过去找你们,很快唐在天他们离开,涉及到特殊部门的案件,他们知道太多没好处。 肖,肖先生,刚刚抱歉,盘问肖凡的那个人低头认错道。 你们平时对待犯罪分子兄典正常,对待我这样的普通百姓,言语方面还是应该温和点。 肖凡诞生道,肖先生,你说的是,对方连忙道,他心中暗暗吐槽,能直接联系他们局长,真是够普通,哪怕他们上司也无法直接联系到江万臣。 咱们还要等多久,你们找找死者家人吧,家里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该知道。 肖凡道,他留下就是想从死者家人手里买到原石。 肖先生,这方面我们有其余的同事负责,应该已经联系上,这会儿可能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嗯,肖凡走到一旁找了个石吨坐了下来。 他给苏又威发了一条消息。 又威,机家在六合县的下属找到了吗?定位我现在的位置,查一查他最近有没有到过这边。 学长,机凤天的下属找到了,我这就查。 苏又威迅速定位了肖凡。 他用天眼系统查起了附近的监控。 几分钟苏又威就有了收获。 学长,其中一个到过附近,最近距离只有六七公里。 肖凡眼睛一瞇,机凤天应该早就抓到了金爪零薯。 他让人把几只金鼠零薯带了过来,让其余人以为这边有零薯。 老东西还挺狡猾,六合县的零薯几年前就出现了,所以那边出来的超级生物大些,肖凡心中暗道。 雷山县那边零薯附近出现的是沼泽毒蚊,和普通蚊子相比它很大,和金爪零薯相比弱很多。 魔都郊外出现的黄金蚂蚁,个头也要小得多。 等了没多久一辆跑车过来了,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 我爷爷和我爸他们都死了,年轻人急切地道。 肖凡暗暗皱眉,这家伙言语中并没有多少悲伤之意,而且肖凡感觉他还有压抑不住的喜悦。 你是谁?安全酒局其中一人赢了上去。 他叫梁超,另外一个叫赵长睿。 你是警察,怎么没有穿制服啊? 我是汪守正的孙子汪林,我爷爷和我爸死了。 我是唯一继承人,年轻人有些轻蔑地道。 汪家非常有钱,他从小就养成了骄狂的性子,普通的小片警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里。 梁超和赵长睿他们眉头都皱了起来。 你们赶紧把尸体拖走,这一幢庄园可是值不少钱,尸体在庄园里面久了晦气。 年轻人有些不耐烦得到。 肖凡望向了赵长睿,这货真是唯一的继承人。 赵长睿无奈地点了点头。 安全酒局其余人已经传过来了资料,汪林确实是唯一的继承人,他能继承二三十亿的财产。 让赵长睿他们感觉很操弹,汪林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居然还可以继承到那么多财产。 小子你说什么呢?你一个小片警说话注意点,别给自己惹麻烦。 汪林瞪了肖凡一眼道,他说着走向了大门。 慢着,咱们还得等其余人过来。 赵长睿连忙道,汪林冷声道,你们已经有三个人在这里,还等谁? 如果我爸妈他们还有气呢?说不定等没了,他说的也有道理,咱们进去看看。 小凡眉头一挑道,赵长睿他们点了点头。 汪林很快打开了大门,看到门卫视里面的尸体,他的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爷爷、爸、妈,汪林大喊着冲向了庄园的主楼。 很快汪林就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尸体,没多久他又看到了自己爷爷的尸体。 他整个人变得兴奋无比。 让你们给我换量好点的超跑都不行,硬是要做守财奴,现在好了。 钱还有许多命没有了,汪林的脸上完全看不到悲伤之色。 你爷爷还有你爸妈他们给你留下不少财产,你好歹对他们尊重一点,否则我看你会捣血眉。 肖凡冷笑道,汪林恶狠狠地望向了肖凡,你这是在咒我,待会儿我就投诉你,你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其实,赵哥凉哥,其余地方可能还有人活着,我们过去看看吧。 肖凡望向了赵长睿他们道,赵长睿他们点了点头,汪林的嘴脸让他们恶心。 很快肖凡他们到了外面,啊,别过来,别过来,汪林惊恐的声音响起,赵长睿他们迅速冲到了楼内。 汪林倒在了地上,旁边是几只金爪铃兽。 救,救我,汪林含糊不清地道,他的手捂着脖子,鲜血不断地从他的指缝中,从他的嘴里涌出来。 至,几只金爪铃鼠迅速扑向了肖凡他们。 和普通人相比他们的战斗力很不错,可和赵长睿他们两个暗境级别的无者相比,他们的实力就弱多了。 很快两只被杀,另外三只被赵长睿他们生擒。 说了你会捣血没,信了不?肖凡蹲了下来望着汪林道。 你,你,汪林气绝身亡,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死不明目。 赵长睿他们惊诧地望着肖凡。 如果肖凡刚刚不叫他们出去,汪林肯定不会死。 别看我,都是命啊。 肖凡摇了摇头道。 赵长睿他们相视一眼,他们有一种感觉,肖凡刚刚是故意带他们到外面,让汪林独自面对危险。 确实,都是命。 赵长睿笑了笑道。 汪林这家伙死了挺好。 我去一下卫生间,你们小心点别被他们逃掉。 这么大个的超级生物有不小的研究价值。 肖凡很快就到了卫生间里面。 宝库就在主楼下面,他动用了透视。 很快肖凡就看到了宝库里面的原石,原石也渐渐被他看透。 找到了,没多久肖凡心头一喜,他发现了一块个头不小的零石。 这块零石比原来得到的那块还要大一点。 空间切割。 肖凡拥有空间异能,他控制空间力量在零石周围切割了一遍。 很快零石消失进入了次元带中。 汪老爷子,你孙子太不孝,我帮你小小教训了他一下,收你一点点报酬。 你不要有意见啊,肖凡心中低谷。 很快肖凡到了外面,赵长睿他们还拎着金爪零薯。 赵哥,梁哥,我本来是过来买原石,如今他们家里人死绝了。 汪家这原石晦气我懒得买了,你们继续等其余人吧,我撤了。 赵长睿他们点了点头,他们也没有理由留下肖凡。 很快肖凡离去,晚上将万臣亲自赶了过来。 这么大个的超级生物,看到三只活的金爪零兽将万臣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他们前面分析,这么大个的超级生物,应该两三年后才会出现。 金爪零兽的出现是极大惊喜。 你们在这边,他怎么死了? 将万臣望向了汪林的尸体。 赵长睿他们把之前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死了就死了吧,把这些尸体都密封起来带回去。 这个庄园还有周围200米设为禁区。 连夜排查附近所有区域,给我把这边的灵血找出来。 江万臣沉声道,局长,这些超级老鼠啃了地下室的墙壁,墙壁后面应该是汪家的宝库。 宝库的门没有打开,江万臣到了地下室,这边同样宽敞明亮。 这么粗的钢筋都可以啃断,牙扣真好。 找专业人士过来把大门打开。 江万臣吩咐道,安全酒局的效率很高,半个小时宝库的大门就打开了。 里面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放了不少。 最显眼的就是几块巨大原石,把那三只超级老鼠带过来。 江万臣命令道,三只超级老鼠被关在了乌钢打造的笼子里,乌钢的硬度非常高,它们的牙齿很难啃动。 笼子放在地上,三只老鼠都没表现出异常。 原石中的灵石已经被消贩取走,它们对普通原石可没兴趣。 局长,超级老鼠也是老鼠,这些畜生钻洞是天性。 江万臣身边有人道,江万臣提起了一个鼠龙,他带着鼠龙在整个宝库里面转了一圈。 里面的超级老鼠仍然没有特别表现。 检查一下这里面的东西,看看有没有特殊物品。 好的局长,安全酒局的人迅速检查了整个宝库。 原石他们也对外部进行了检查,并没有特别的发现。 你们继续对整个庄园,包括附近区域进行检查。 这三只超级老鼠留下一只,其余两只带回去,江万臣吩咐道。 他总感觉有一点点奇怪。 这几只老鼠就算想打个洞,为什么不找个容易打洞的地方? 整个庄园最难打洞的就是宝库这里。 难道这些畜生是要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江万臣心中暗道。 这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人在野外,如果有石头洞穴和土洞,毫无疑问都会选择石头洞穴。 东兴社的人悄然回了东阳国,他们到了宫本柳下面前。 就你们几个回来,其余人呢? 宫本柳下皱眉道。 他们总共过去了四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后天级别高手,十几个画镜级别的强者。 如今,画镜级别只有两个。 社长,他们,他们全部战死,八个人全部跪到了地上。 什么?宫本柳下眼睛瞪大,他眼里满是不敢置信之色。 永泰,你说,宫本柳下望向了其中一个画镜级别中年人。 社长,我们找到了灵学,灵学里面有顶尖的高手,开始我们死了几个人,然后其余人一起过去。 对方用普通的铁钉,几短时间内就杀了我们许多人。 我们三十几个人一颗子弹都没打出去。 渡边永泰恐惧地道。 宫本柳下深吸了一口气,板田他们可是有后天级别的实力。 他们难道都来不及出手吗?来不及,对方的实力太强了,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我们,我们选择了投降,对方可能不想灵学曝光,想通过饶狗我们。 换取我们东兴社保密,对方还说您的实力不如他。 宫本柳下眉头紧皱,板田他们第二批人实力很强,与他们对战。 宫本柳下知道自己能赢,但让板田他们完全无法反击,这他肯定做不到。 还有没有说别的,对方还说如果灵学曝光,就灭了我们东兴社。 宫本柳下牙关紧咬,杀了他们东兴社那么多人,还如此威胁他们,他恨不得立刻就宰了对方。 可他们真干不过对方?况且对方在华国还敢那样杀戮,肯定敢灭他们东兴社。 吐吐吐,宫本柳下出手,三道刀光,每一道刀光斩杀了两人。 剩下的两个都是化尽级别,他们身体微颤恐惧无比,知道的人多了无法长期保密,他们前往华国为了组织战死,家人可以得到抚恤金。 宫本柳下冷冽的目光望着剩下两人。 社长英明,两人连忙道,宫本柳下陈生道,你们保守这个秘密,他们不会白白死亡,那个灵学我们东兴社肯定会得到,强夺不行他还可以来阴的。 比如说在水源投毒,急性毒素容易被发现,他完全可以用慢性毒素。 水源投毒,如果不行,他也可以选择在上风向使用毒气。 知道了目标所在的地点,他就不信搞不死对方。 咚咚咚,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社长,有紧急情况,门外是宫本柳下的一个心腹。 近来,宫本柳下开口道,对方很快就到了房间里面。 看到地上的几具尸体,他眼中没有任何异样。 以往办事不利的自己人宫本柳下也杀过。 社长,知田均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六合线的灵学。 他说我们东兴社绝对让对方血债血长。 宫本柳下的心腹道。 什么?宫本柳下脸色大变,他望向了地上其中一具尸体。 渡边永泰连忙从尸体上搜出来手机。 用指纹解锁后,很快他就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消息。 社,社长,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的。 社长,我们有叮嘱他们一定不能乱发消息。 渡边永泰他们惊惧地道。 废物,宫本柳下历声道,他真想把渡边永泰他们也砍了。 消息曝光了,他们的人白死。 叮,肖凡收到了苏又威的消息。 学长,按你说的,等他们快回去的时候我曝光了消息, 公本柳下正好杀了他们。 死无对证,肖凡眼中露出诧异之色。 公本柳下杀了他们自己人。 是的学长,公本柳下以前也杀过半世不利的自己人。 他这一次杀了其中六个暗境级别的手下,肖凡脸上露出了笑容。 公本柳下杀了自己人,黑锅他们想摘也摘不掉。 又威,我明天就回来了,晚安,晚安亲爱的。 滴滴,罗家,罗永强的电话响起,他已经准备睡觉。 什么事?罗永强沉声道,打电话给他的是罗自强,他仍然被通缉中。 大哥,六合县有一个灵学,东阳国那边曝光出来消息,东兴社派了人前往六合县, 他们死了不少人,灵学那里有高手,罗自强兴奋的道。 罗永强眼睛一亮,六合县在华国西南,距离他们罗家只有两百多公里。 大哥,六合县距离我们罗家近,这是我们罗家的机会。 罗永强脸上露出了笑容,哪怕六合县是军方占据着,是安全九局占据着, 他们也要分到好处。 老二,我们罗家很快就会有行动,你别过来凑热闹,挂断电话罗永强立刻安排了下去。 雷家,叶家,欧阳家族,楚家等势力情报能力也强,没多久时间他们同样得到了消息。 占据六合县那边灵学的是谁,众势力都很好奇,他们不约而同地派出了人。 不管占据那边灵学的是谁,他们都要获得好处。 家住,不好了,激凤天的一个手下急匆匆开车到了别墅这边。 什么事情,激凤天的声音从别墅内转出来。 家住,东兴社的人曝光了灵学,别墅里面激凤天震怒不已。 他们怎么曝光的,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 激凤天很快到了外面。 家住,他们一个人把消息公布在了网络上,消息已经扩散,这种情况怕是没有挽救的可能。 呼,激凤天的衣服无声自动,面前他的手下赶紧退后了几步。 激凤天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很可怕。 好个东兴社,老夫给他们一条活路,他们竟然不珍惜,到时候就别怪老夫,手段毒辣。 激凤天眼中凶光闪烁,你出去打电话让凌峰带人过来,这边如今是我们鸡家的产业。 老夫倒要看看谁能抢走,是,家住。 面前的手下很快离开,激凤天打开了别墅所有的灯,半小时不到,激凤天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 来得自然是距离比较近的罗永强等人,很快直升机降落。 这个点灯火通明,这是知道有人要来啊,走,咱们过去看看是谁占据了这里。 罗永强他们走向了别墅。 罗家总共过来了五个人,罗永强之外另外四个都有后天级别的修为,他们每一个都是大人物。 是哪一位武林同道占据了这里,还请出来一叙。 很快罗永强他们到了别墅前屏,感应到别墅里面散发出来的灵气,他们眼中都露出欣喜之色。 你们罗家来得还挺快,罗永强你居然也有了先天级别的修为。 低沉的声音从别墅里面传了出来。 罗永强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声音他比较陌生,华国厉害的舞者中,似乎没有这好人的存在。 以前罗永强自然和姬凤天打过交道,后来姬家离开,罗永强已经有二十来年没见过姬凤天。 阁下是谁?罗永强沉声道,他并没有贸然进入别墅内。 姬凤天从别墅里走了出来,强大的气势压向了罗永强他们。 罗永强你不认识老夫了,姬凤天神情淡漠的道。 罗永强眼中露出惊涩,你是姬凤天,你什么时候跑到国内来了? 不对,你怎么有这么强的气势? 但是,他有先天级别的修为,实力还是挺不错的,可他如今感觉压力很大,仿佛姬凤天随时能杀他。 老夫已经成就宗师,你们罗家想征我们姬家的灵学。 姬凤天说着一支点向了罗永强身前。 修,暗红色的光芒射到了罗永强脚边,罗永强低头一看,二三十公分后的水泥地面直接被光芒射穿。 剑,剑指,罗永强颤声道。 剑指是一种内气外放的手段,达到宗师级别才能用出来。 活了几十年,罗永强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他只在家族资料中看到过相关记载,罗家以前有过宗师。 罗永强万万没想到,姬凤天竟然成为了宗师。 你知道就好,你们罗家还想抢老夫的灵学吗? 姬凤天冷声道。 我们走,罗永强沉声道,他转身就走。 姬凤天既然有了宗师级的修为,哪怕他们五个人一起上,姬凤天收拾他们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直升机很快开走。 家主,几年前姬凤天还只有先天初期的修为吧,短短几年时间他怎么达到宗师级别了,姬凤天左手边的人不敢置信得到。 是啊,哪怕姬家发现了灵学,应该提升也不可能这么快啊。 灵学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另外一人疑惑得到。 罗永强深吸了一口气,萧凡父母死亡,幕后凶手应该是姬家。 姬家得到了以前萧家的功法,萧家的功法,这个是隐秘你们不知道,以前武道萧家很强,后面灵气稀薄没落消失了。 传闻萧家的功法不一般,罗永强眼中静芒闪烁。 从姬凤天的情况看,萧家的功法真的很特殊。 家主,萧凡之不知道家族功法,罗永强沉吟道,姬家必然查过确定了他毫不知情,否则以姬凤天的狠辣萧凡不可能活到现在,想得到功法或许只能联合向姬凤天施压。 但这个事情,我们罗家不能带头,其余几人点头,姬凤天拥有宗师级的修为,他们罗家如果带头,姬凤天找上门,他们怎么应付? 等着看戏吧,姬家当年被陆家驱逐,偷偷回来还好,如今明哲占据灵学,陆家不可能没动作。 滴滴,大半夜陆百川手机响了起来,柳秀兰摇醒了他。 老头子,儿子的电话,陆百川接过手机,看到是陆志恒打来的,他脸色微变。 这个点陆志恒打电话过来应该不是小事,你继续睡,陆百川起床到了书房。 什么事情?陆志恒沉声道,爸,姬家回来了,姬凤天几年前到了六合县,那边有一个新的灵学。 陆百川有些诧异,六合县有灵学他知道,但他并没有和陆志恒说,陆志恒怎么这么快知道了? 肖凡和你说的,爸,这事情和肖凡有什么关系?陆百川道,肖凡知道姬家的人在六合县,但他不知道具体地点。 我把消息透露给了东兴社,陆志恒,感情东兴社吃大亏,根源在自己老爹这里。 灵学附近有没有百姓?陆百川询问道,陆志恒道,灵学所在地是山里,距离最近的一户人家也在两公里外。 附近人因非常稀少,那就向那里发射一枚导弹,直接炸死他们。陆百川霸气得道,陆志恒倾咳一声,爸,关于灵学军方有过研究,如果用炸弹炸,可能产生不可预估的后果。 有可能会有更多超级生物跑出来,也有可能产生空间扰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做。陆百川眉头皱了起来,那就把坦克开过去,老子还没死,其家就想公然进入华国发展。 陆志恒道,爸,姬凤天有了宗师级的修为,陆百川眼睛一瞇,姬凤天还真有了宗师级的修为,他有宗师级的修为,就能扛得住坦克炮了。 老子倒要看看,其家有没有本事与整个国家对抗,掉一个坦克营,再掉一个炮兵营过去,让距离最近的部队调动,明天中午必须到位。 老子明天中午到,陆百川说完直接挂了电话,陆志恒,考虑了一会儿,陆志恒联系了军方另一位大佬。 他把陆百川的要求说了一遍,老沈,我爸就这么个意思,他一个已经推下去的老头子,你那边如果不听他的也没事,变化那头,沈淮安没好气得到,你这说的什么屁话,我不安排陆叔肯定拿着棍子上门打人,年轻的时候就和你一起挨过陆叔的棍子,现在你还来坑我。 陆志恒倾壳一声道,那都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老沈你这是记我爸的仇啊,沈淮安翻了翻白眼,我是记你的仇,若不是被你坑了,我当年能和你一起挨抽,我马上安排下去,明天肯定到位,但你还是多劝劝陆叔,让他别过去。 陆志恒无奈地道,我如果能劝得动我爸,你得叫我哥,沈淮安无语,让苏优威出面和陆叔说,你确实有点悬,苏优威出面说的话,我看应该有七八成的把握,陆志恒眼睛一亮,是啊,自己怎么就忘了优威呢? 他的排面不够,苏优威应该够,我明天一早就和优威说,陆志恒直接挂了电话,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必要太客气,沈淮安是陆百川一手提拔起来的,沈淮安的父亲是陆百川的战友, 郭敏的交情,他父亲走得早,能上来主要是因为陆百川,很快沈淮安就安排了下去,一个坦克营,一个炮营连夜快速机动前往六河县,沈淮安的房区本就是西南,距离并没有太远,明天早上未必能到,但明天中午肯定能到位,东东,第二天一早,苏优威敲响了陆百川他们的门,外公,听大舅说您要去六河县,您不去好不好,如果您去的话,我也跟着您一起过去, 大舅说他会去六河县,他说您都已经退了下来,去那边指挥不妥,苏优威道,陆百川眉头皱了起来,外公你如果去的话,我肯定会过去的,我都已经买好了过去的机票,您不带我一起,我自己去,柳秀云劝说道,老头子,制衡他说得也不错,你都退了下来,明着再过去指挥不妥当,威威你今天放假,在这边待一天盯着这老头,苏优威点点头,好的外婆 外公我陪您下棋吧,极佳露面您立马过去,太看得起他们了,机凤天什么身份,您什么身份,陆百川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又为你说的也不错,他机凤天算什么东西,下棋先不急,陪外公出去散散步,柳秀云暗暗松了一口气,还是得苏优威出马啊,陆志恒给他发了消息,早上起来他已经劝了陆百川半个小时,可根本就没有说服陆百川, 咱们一起去买菜吧,又为你中午在这吃饭,柳秀云微笑道,六河县这边,一辆辆重型卡车快速前进,看形状上面运的是坦克吧,好像是的,那突出来的应该是炮管,网上的传言看来是真的,咱们六河县有灵雪,马路边不少人看到了快速前进的重卡车队,他们没有什么人拿出手机拍照,这样的东西拍照,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有人上门请喝茶,半个小时之后,重卡车队到了距离别墅只有五, 五公里的地方,前方重卡已经无法前进,坦克前进没有问题,很快一辆辆坦克从重卡上下来了,他们快速突进,别墅这边,家主,军方直升机把炮营的装备运到了一个个高地,一个坦克营也过来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到,机凤天的一个手下会报道,他有后天级别的修为,但这会心中也十分忐忑,只要一声令下,这边就会被各种各样的炮弹洗地,华国可是患有严重的火力恐惧症, 这就导致各种火炮,火箭炮威力惊人,重炮之下众生平等,别说他只有后天级别的修为,哪怕机凤天这个宗师级别强者,炮弹在身边爆炸,他也得隔屁,狙击枪的子弹威力已经很强,可和重型榴弹炮和火箭弹,和坦克的炮弹相比啥也不是,不用慌,他们不敢炸,机凤天沉声道, 根据他了解到的信息,军方如今根本就不敢冒险轰炸灵雪,灵雪可能连接着未知的世界,轰炸的后果难以预料,是,家主,机凤天这个手下退出了房间,但他并没有离开别墅,机凤天脸色阴沉,他说是那样说,可如今这样的情况,完全不担心那是假的,陆百川八十几了,他活不了多久,天知道他会不会发疯, 假如陆百川的李夏达命令,沈淮安肯定会执行,炮弹洗地的话,机凤天估计自己活下来的几率不足三成,他的速度再快,能快过炮弹,而且只要与华国军方硬杠,哪怕他能活下去,机家其余人肯定完蛋,他们机家到时的绝后,东兴社,机凤天咬牙切齿,他如今最恨的就是东兴社的人,如果他们不曝光消息,机凌峰他们以后肯定也能到宗师级别,假如机凌峰和机鹏他们成为宗师, 他的实力变得更强,他们机家一门三宗师局面会好得多,滴滴,机凤天的手机响起,是机凌峰打过来的,以前机凤天不用手机,免得这边暴露,如今灵学已经暴露了,在这边用手机已经没有影响,爸,我听说您那边情况不太好,您可得小心点,机凌峰有些担忧得到,他如今在过来的路上,机凤天沉声道,他们不敢轻易轰炸灵学,我这边你放心吧,有没有你弟的消息,灵学曝光了,发生这么大, 大的事情,机鹏一直没有联络他们,这个情况让机凤天感觉不妙,电话那头,机凌峰深吸了一口气道,爸,我们的网络高手查到老三他到了Z室,可下飞机之后就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各种监控里面都没有他的身影,他可能出事了,机凤天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查,一定必须把你弟的下落查出来,好的吧,轰隆隆,一辆辆坦克靠近了别墅,距离200米左右,所有坦克都停了下来,炮管指向了别墅, 别墅内机凤天望着窗外,他脸色阴沉无比,这些坦克如果开火,整个别墅几短时间内就会变成废墟,哪怕坦克不开火,如今这样的情况他也无心修炼,万一他们开火呢?做好准备随时撤离,活下来的几率也就三成,假如修炼时遭遇攻击,死亡几率百分之百,家主,如果您杀出去,杀光他们不难,机凤天在这边的手下 退到了别墅里面,他压低了声音道,杀光他们,然后呢?我们机家会被灭族,你也一样,机凤天瞪眼道,说这话不长脑子,他虽然有了宗师级的修为,但还没狂妄到敢与国家对抗,以机家如今的实力对抗国家,哪怕他能杀死一些人,后果也只能是被国家机器无情地碾压。 刷刷,有直升机快速飞了过来,很快直升机降落到了别墅前屏,陆志恒从直升机上下来了,他身边警卫都没有跟一个,机凤天成为了宗师,哪怕身边带先天级别的高手也没用,你们先撤,陆志恒命令道,直升机很快飞走。 机凤天,你们还挺享受啊,在这边盖一个豪华别墅,根据以前的命令,你们机家已经被驱逐出境,陆志恒四下看了看到,机凤天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他神情淡漠的道,姓陆的,我们只是十分低调地在这边隐居,隐居,陆志恒吃笑一声,灵学何其重要,你们被驱逐出境,连华国公民都不是,你们在这隐居,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干净滚蛋,第二个选择,到时候老子让人把你们直接送上西田,机凤天, 身上释放出来强大气息,就算你们开炮也未必能杀死老夫,而且凌风他们也到了先天级别,老夫死你们陆家也别想好过,陆志恒不屑地道,开炮你能活,你是不是高估了自己,机凤天傲然道,你一个普通人,如何知道宗师级舞者的强大,老夫起码有四五成的几率逃掉,哈哈,陆志恒大笑,机凤天,对于你的实力我不怀疑,但对于你的智商,我表示严重的怀疑,说到这陆志恒拿起了腰间的对讲机, 把东西调过来,没多久时间一架直升机调着一个大铁柜过来了,直升机缓缓降落,大铁柜被放在了别墅前屏,东西卸下之下,直升机很快飞走,陆志恒你搞什么鬼,机凤天皱眉道,陆志恒笑呵呵地道,这个柜子重四吨,里面有超过三吨的高爆炸药,它可以遥控引爆,坦克炮等引爆自然也可以,你现在觉得还有四五成的几率逃掉吗,机凤天怒目而视,陆志恒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如果遥控引爆, 这玩意儿零延迟,而且三吨多的高爆炸药,比得上一两百颗炮弹,别说它只是宗师,就算它有大宗师级的修为也没用,陆志恒,你们陆家是要和我们鸡家血拼到底吗,灵学在这边,你们要考虑清楚后果,机凤天立声道,陆志恒诞生道,超级生物如果越来越多,早晚会有针对灵学的攻击实验,提前一点也没什么,机凤天咬牙切齿 他觉得陆志恒他们应该不敢攻击,可现在赌和之前赌已经不同,现在赌他死亡的几率百分之百,机凤天你已经有了宗师级的修为,别不知足,你如果想针对我们陆家,老子就站在这里,你出手试试,陆志恒望着机凤天不屑得道,以他的身份地位,机凤天别说明着对付他,哪怕暗杀掉他,机家未来也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这种麻烦对于机家来说是毁灭性的,机凤天深吸了一口气,杀你老夫自然不敢,但有些人老夫还是敢杀的,比如说肖凡,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以我们机家的实力,你可别把我们机家逼急了,陆志恒暗暗皱眉,他们陆家的人,包括苏又卫在内,只要机家还想往国内发展,陆志恒相信机凤天不敢乱来,肖凡那里就挺危险,机凤天绝对敢杀肖凡,陆志恒老夫有一个提议,这个灵学, 我们机家占一半时间,你们其余势力占一半时间,每个月轮换一次,陆志恒冷笑道,你想得美,机凤天眼中静芒闪烁,你把老夫赶走,以老夫的实力若想杀人,谁又能阻止得了,你想清楚,陆志恒暗暗皱眉,肖凡不能死啊,一方面肖凡和苏又微的关系亲密,肖凡死了,苏又微必定极为伤心,另一方面肖凡与一界有联系,想了解一界更多的信息,还得通过肖凡,每四个月你们机家占一个月, 而且还有一个条件,空闲的三个月你也不能离开,假如离开你们机家就自动失去这边的权利,还有,头三个月不归你们,陆志恒考虑了好一会儿陈生道,机凤天和陆志恒激烈地谈判起来,最终两人谈妥,每三个月机家占有这边的灵学一个月,其余条件就按陆志恒说的,爸,和机凤天谈妥了,条件是这样的,从别墅这边离开,陆志恒打电话向陆百川进行了汇报,知道了,陆百川暗暗皱眉, 他心中不痛快,机家重新回来治扫了他们陆家的颜面,未来对他们陆家,甚至对国家都有威胁,可机凤天已经有宗师级的修为,陆家必须做出一定让步,逼得太狠或许会有极为严重的后果, 弟弟,苏又威的手机响起,电话是肖凡打过来的,他回来了没有见到苏又威,学长我在外公他们这里,苏又威道,陆百川之会已经挂了电话,他对苏又威道,又威你让肖小子过来一趟,外公有些话想和他说,苏又威点了点头,学长外公有事情找你,肖凡很快过来了,陆百川招呼着他到了书房,肖小子, 六合县那边没能赶走机家,机凤天毕竟已经是宗师,陆百川深情凝重的道,肖凡连忙询问,陆老,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苏又威今天陪着陆百川他们,他没有暗中监控那边的情况,肖凡自然也不知道那边的消息,机凤天威胁要杀人,你是首要目标,最终达成的协议,机家占有那边领学三分之一的时间,同时机凤天不能离开,只要机凤天离开那边,机家就自动丧失那边领学的资格,哦对了, 头两个月不属于机家,陆百川说完,肖凡眼睛一亮,他觉得这个协议挺好,通过那边的领学,可以把机凤天锁在六合线,他先天巅峰的实力,如今不是机凤天的对手,可他继续修炼下去,以后实力必然可以超过机凤天,陆老,是我拖后腿了,肖凡道,陆百川摇了摇头,机凤天首要威胁的是你,但核心还是威胁我们陆家,甚至威胁的是国家,哪怕没有你,这事情上面我们陆家也只能退步, 陆百川神情有些憋屈,肖凡笑了笑道,陆老,站在机凤天的角度看他更加憋屈,好好的领学得分出去三分之二的时间,好不容易成为武道宗师,还被限制自由,陆百川长叹了一口气,今时不同往日啊,当年我们陆家虽然没有如今墙,但机家那时也弱得多,机凤天成为了宗师,他若不死未来麻烦肯定不小,肖小子你如今在努力修炼 试图成为武者,肖凡倾壳一声,陆老,我是有这样的想法,陆百川望向了窗外,他的神情复杂,因为一些事情我对于武者没有好感,这你可能知道,时代变了你若能成为武者也行,但你如今这个年龄才接触,这方面也别抱太大的期望,肖凡如今的修为陆志恒不知道,陆百川更加不清楚,陆老,其实我已经有所进展,陆百川打断道,你有进展自己知道就好,你别说出来, 我对于武者暂时还是没有多少好感,武者这条路你可以再尝试尝试,如果发现自己天赋有限,趁我还没死你早点换别的路,肖凡惊讶地望着陆百川,陆百川道,有位对你是死心塌地,在我死之前尽量帮你一把,以后你的路就会好走一些,陆老,谢谢 但是,肖凡知道陆百川这样说,绝对是真心实意地要给他铺路,以陆百川的身份地位他不会乱说,陆百川沉声道,雷山县那边灵学你还有两个多月时间,这点时间过去你应该就死心了,你要了几个月时间,应该也是想尝试一下,肖凡心中暗道,他并不只是想尝试一下啊,在两个多月时间,他绝对可以达到先天级别,陆老,我一定会努力给优威幸福的,肖凡保证道,陆百川打算给他铺路,还不是看在苏优威 你明白就好,陆百川沉声道,一届,武安城,肖凡的帅府如今在这边,武安城是肖凡他们打下的又一个巨大城池,拿下武安城,肖凡他们就已经占据了神燕城一半国土,不过肖凡如今占据的是中西部,神燕城人口最稠密是东部和南部,地盘虽然占了一半,但肖凡如今占据的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占据的财富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再往前,肖凡就要开始攻占神燕帝国, 最繁华富饶的区域,报,肖凡有亲卫急匆匆的到了肖凡的帅府内,什么事,肖凡抬头道,他正研究着沙盘,丙大帅,前线急电,我们的前军到了黑院魔江边上,敌人摧毁了神武大桥,我们无法再前进,肖凡脸色一变,黑院魔江上的神武大桥他当然知道,黑院魔江长9800多公里,从神燕皇朝西南流向东北,水量充沛,江面最窄的地方也超过一公里,而且黑院魔江内, 生活着无数妖物,最可怕的是两种,一种是黑里魔厄,还有一种是深渊水妖,黑里魔厄最大的可以达到几十米长,肉身极为强横,深渊水妖擅长精神攻击,他们常换化为美貌女子行动,想在黑院魔江上建桥是很困难的事情,神武大桥建立,神燕帝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帅,您的担心成为了现实,他们还真的炸了神武大桥, 现在咱们可就麻烦了,咱们的进攻受到极大阻碍,萧海身边的一个谋士道,萧海望向了沙盘,黑院魔江上面其实还有几座大桥,但只要他们的人过去,神燕帝国肯定会把别的大桥也摧毁,大军跋山涉水过去,结果面对同样的局面没有异议,他们的人守在了对岸,是的大帅,萧海摆了摆手,过来传消息的亲卫 退了出去,大帅,以黑院魔江的情况,咱们想在上面重新建桥不是容易的事情,没有十年八年办不到,咱们大量运士兵过去只能靠船,但那么多的士兵不可能同时运过去,难以保证先渡河的士兵安全,另一个谋士眉头紧周到,兵力方面毫无疑问他们如今更强,可朝廷还有百万军队,据黑院魔江天险守着,绝对不能轻视,报,又有轻位急匆匆过来,大帅,前线急电,大量船只被朝廷的拒绝, 军队带到了东岸,还有许多船只被朝廷的人破坏了,萧海摆了摆手船令的亲卫迅速退了出去,大帅,又被您说中了,萧海道,他们又不是草包,既然距黑院魔江天险防守,就肯定会把西岸这边的船只尽量弄走,大帅,这种情况就算我们能征集到一些船只,数量也不会很多,每次可能也就运三五万人,这么点人到对岸,能不能上岸都是问题,对岸抛石机,弩箭,火箭等等,肯定都会安排上,几个谋士眼中, 都露出优色,假如他们被拦截很长时间,战局就会对他们不利,神夜皇朝东部区域可是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财富,战争如果陷入僵局,就得拼人,拼钱,看来还得找乖孙搞点好东西,不知道乖孙能不能搞到使用CL-20炸药的排击炮,萧海心中暗道,黑院魔江边,萧海率领大军赶了过来,几十万军队浩浩荡荡荡,一眼看不到头,恐怖的速杀之气把这边的飞鸟全部都惊走了,哗啦, 黑院魔江中泛起着浪花,江里的妖兽并没有离开,漆黑的江水看着很可怕,仿佛要吞噬一切,水绿则深,水黑则渊,黑院魔江平均水深超过百米,正常因为泥沙沉积等因素,江水不会特别深,神武大陆情况不同,这里大江大河的水都非常深,原因很简单,水里有妖兽 他们有的体型很庞大,为了自己过得舒服,他们不会让泥沙沉积,而且他们没事还往地下钻一钻,让江河变得更深 大帅,如果我们不少强者在空中保护,水面船只航行到对岸没有问题,聚集泥沙蓝水柱桥很难,萧海身边有强者道,船只首尾相连,上面铺上木板,对面没有敌人可行,如今对面有大量士兵,这个方法行不通 另一个强者道,哪怕铺的浮桥比较宽,能并行一二十匹马,同一时间能过去的士兵也少,只能被不断屠杀 姓萧的,你过来啊,你自己能过来,我倒要看看你手下那么多人怎么过来 将对岸庞青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这边的江面宽度11.8公里,庞青是武帝巅峰级别的强者 他让自己的声音传过来轻轻松松,庞青,你们居然把桥都毁了,怎么,怕了老子 神武大桥可是花了极大代价建起来的,肖凡开口道 他的声音并没有很大,但同样清清楚楚传到了对岸 庞青脸色阴沉,炸桥是一种示弱,可他没办法啊 肖海的军队不断攻城掠地,不把桥炸了,庞青担心一个不好,肖海他们冲过来,那就难受了 肖海,你也知道黑渊魔江上面的桥建得不容易,你就别想大部队从其余地方过河 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人肯定会摧毁大桥 桥没了,百姓就得坐船过河,危险性大大提高,庞青沉声道 肖海望着对面,根据情报,对面聚集了20万士兵 另外还有许多士兵驻守在附近的城池 假如开打,附近城池的人几小时就能过来 命令,尽量征集民船,召集木匠多造渡船,记得给予百姓报酬 是,大帅,肖海的命令被迅速传了下去 但不管是征集足够的民船,还是召集木匠造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至少也需要10天半个月时间 如果百姓的船被带走,被破坏的彻底 就算两三个月时间也未必能弄到足够数量的渡船 地球这边,肖凡回了雷山县继续修炼 幕后凶手如今已经知道,但他如今实力不够 其凤天和机灵风肖凡如今都杀不了 鸡春炎,肖凡倒是能杀,可杀鸡春炎意义不是很大 而且鸡春炎驾到了柳家,他这边的情况非常复杂 东东,返回雷山县修炼了两天,夜晚肖凡旁边的镜子被敲向 主卧肖凡布置了隔音阵法,其余人听不到声音 关孙,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肖凡笑问道 他更加担心肖凡这边的情况 下回联系的时候,肖凡已经知道机凤天可能达到了宗室级别 肖凡很快把自己这边的情况说给了肖凡听 肖凡道,如今把机凤天文在六合线挺不错 你先抓紧时间达到先天级别 对了,你找到灵石没有,这东西在地球怕是难以找到 如果找不到,我这回就传些隆气给你 肖凡伸手,旁边的灵石废到了他的手中 肖凡惊讶地望着肖凡手中的灵石 这块灵石个头还要大一点啊 爷爷,我发现了金爪灵薯 金爪灵薯应该是六合线那边出现的 被激凤天的人带到了锐利 他们感应到了这块灵石 肖凡说完肖凡神情变得凝重了不少 金爪灵薯可比沼泽毒蚌强许多 他们现在能到地球 地球那边就可能已经有更强的夭壽过去 肖凡点了点头,他也是同样的判断 地球71%是海洋 灵学有没有可能在海洋内 有没有可能在沙漠,雨林,沼泽等地方 甚至有没有可能在地底 哪怕是有人类活动的区域 灵学也未必都被发现了 爷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肖凡询问道 肖凡很快把自己这边面临的麻烦说了 乖孙,我这边需要两种东西 第一种是装填CL-20炸药的排击炮 第二种是威力强大的水雷 第二种如果搞不到,能搞到第一种也不错 肖凡点了点头 爷爷,我尽量想办法 我以前和陆叔提过一嘴 不知道他有没有让人研究 这玩意应该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搞出来问题不大 就是不知道军方能不能卖给我 上回卖给他不少CL-20炸药 因为军方想组建五部需要灵学 正常军方哪会卖给他那么多炸药 出点啥事可是要担责任的 关孙,你尽量想想办法 你既然有灵石爷爷就不给你龙气了 你想要什么? 肖凡笑呵呵地道 肖凡想了想道 爷爷,您给我一份厉害的毒药吧 能涂在暗器上面 见血封喉的那种 暗器涂毒虽然有点不光彩 可如果面对致命危机 我也顾不得光不光彩了 活命最重要 肖凡点了点头 他告接道 关孙,你千万别急着去复仇 你的暗器未必能百分之百击中机凤天 肖凡答应了下来 要这样的东西 他只是要一张保命的底牌 堂堂正正击杀机凤天最好 毒药肖凡海空间宝物内有 他很快就拿出来了一份 乖孙,这个毒药提取自五王级别的毒蛙 中毒两三秒就会全身麻痹 十来秒就会导致死亡 别说宗师级 用来对付大宗师都没有任何问题 肖凡说着迅速聚集着强大力量 没多久他就把一小团毒液传了过来 肖凡赶紧用个玻璃瓶装了起来 乖孙,你自己用的时候千万小心 伤到自己可不妙 第二天一早 肖凡吃过早餐打电话给了陆志恒 陆叔,没打扰到你吧 电话那头陆志恒没好气得到 大清早的你打电话过来怕是没好事 肖凡倾咳一声道 陆叔,你这话说的 我找你肯定是有好事啊 你们缺军费吗 陆志恒,你想买什么 肖凡眼睛一亮,有戏 陆叔,坦克我暂时不要 我想要装填CL-20炸药的迫击炮 还有同样威力强大的水雷 如果有使用同样炸药的狙击枪 我也要 陆志恒道,迫击炮和水雷有 狙击枪没有 但这样的东西不可能轻易给你 你想好能用什么换 钱啊,我有钱 那八亿五千万每刀 我可是一分都没有动 陆叔,你们就不想多点军费 卖给谁不是卖 陆志恒翻了翻白眼 卖给别的国家 和卖给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事情的性质能一样 东西可以卖给你 但你得说点什么 我下午到Z市 晚上去你那里 你好酒 好菜准备着 说完陆志恒直接挂了电话 萧凡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 还让他准备好酒 好菜 陆志恒这是想好好的 听他说说一介的事情啊 好奇心咋这么重业 萧凡心中低谷 他拨通了徐开泰的电话 老板 电话那头徐开泰站了起来 雷山安保公司早就已经办了下来 徐开泰他们全部已经安置好 萧凡道 徐开泰你让人去仓库那边问问 仓库如果卖 我就花一点钱把仓库买回来 好的老板 很快徐开泰就派了两个人前往仓库 东兴社买下仓库后 最开始整个仓库到处寻找 如今他们厉害的强者早就全部离开了雷山县 仓库随便安排了两个人守着 他们有想过把仓库卖出去 可雷山县这边谁买啊 县里面赚钱的行业只有那么多 许多的生意还是照家把控着 其余人买下仓库回馈出响 弟弟 半个小时之后徐开泰就打来了电话 老板 东兴社打算卖掉仓库 但价格 他们要一亿美刀 萧凡翻了翻白眼 那你让他们去死 雷山县这边有零学 低价接下来只会跌不会涨 一亿美刀 我能见好多个那样的仓库 你和他们说一声 五千万华元 多一分钱都没有 要不是能生两个月时间 我都不会出这个钱 对了和他们说清楚 五千万是今天的价 明天四千万 后天三千万 再往后我就不会买了 东阳国 公本柳夏再次接到了跨国电话 五千万华元 公本柳夏咬牙切齿 他买下那个仓库 可是花了八亿五千万每刀 是这个价格的一百二十倍 社长 萧凡说五千万是今天的价 明天就四千万 后天三千万 再往后他就不会再买 他还说这边的地价会不断跌 电话那头 公本柳夏的手下道 他想卖掉早点回国 他实力不强 待在这边感觉很危险 公本柳夏眉头紧皱 雷山现有灵穴 以后肯定还会有超级生物出现 人口牵走是大概率事件 人都走了 土地还能有什么价值 那边的仓库还能有什么价值 如今五千万不卖 未来可能五百万都卖不到 卖给他们 我会过来签合同 公本柳夏脸色阴沉无比的道 他和肖凡有仇 但和钱没有仇 东兴社最近事事不顺 他们资金方面的压力非常大 本来想着在缅国那边捞点钱 结果没捞着 六合线那里又死了许多人 抚恤金都还有一部分没有给 肖凡啊肖凡 仓库你拿回去 你的命我要拿回来 公本柳夏眼中寒光闪烁 东兴社事事不顺 就是从肖凡这里开始的 斩杀肖凡 他能出一口恶气 或许还能从肖凡这搞到钱 同意了 不错不错 肖凡很快得到了许开泰传来的好消息 5000万能把那个仓库买回来很不错 军方如果卖给他排击炮和水雷 送到那个仓库好得多 造好的铠甲 倒是也需要很大的仓库来装 下午公本柳夏到了Z市 他第一时间前往雷山县 公本柳夏 有我负责和你签约 这是这个仓库的买卖合同 你们仔细看看 仓库这边 许开泰把合同推给了公本柳夏 公本柳夏身边的律师迅速查看起了合同 在这个仓库上面 他栽了大跟头 可不想再次被坑 社长 没有问题 十几分钟之后 公本柳夏身边的律师道 刷刷 在双方律师的见证下 许开泰很快就和公本柳夏签下了合同 这个仓库重新回到了消凡寿中 公本先生 合作愉快 许开泰微笑道 哼 公本柳夏冷哼一声迅速离去 他可没有那么愉快 一个多小时后 公本柳夏返回了自一室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 他在自一室找了家酒店住下 今晚应该会下雨 下雨夜 杀人夜 肖凡啊肖凡 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公本柳夏眼中寒光闪烁 返回自一室只是掩人耳目 他晚上会重新去雷山县 哄 夜幕降临 陆志恒赶到了肖凡这里 一道道闷雷声响起 叶飞没在 陆志恒询问道 韭菜已经摆到了桌子上 叶飞没出现 肖凡摇了摇头 知道陆叔你要过来 他溜得比兔子还快 一点小买卖 陆叔你没必要过来啊 陆志恒没好奇得到 那是一点小买卖吗 你这些韭菜是直接让酒店送来的啊 肖凡撇了撇嘴 要不然呢 我的手艺只能保证饿不死 陆叔 有这样的韭菜招待你不错了 说完肖凡给陆志恒倒上了一杯酒 哗啦 外在暴雨降了下来 下暴雨了 正好咱们谈谈心 陆志恒瞟了一眼窗外道 别墅里面肯定不会有窃听器 外面下着暴雨 附近就算有高手 偷听到他们说话的几率也很低 肖凡意念一动 周围出现了空间屏障 陆叔 那八亿五千万美刀 我想全部换成迫击炮和水雷 其中水雷两亿美刀就可以 一门迫击炮配多少炮弹 这个陆叔你是专业的 陆志恒 肖凡这胃口还真是不小 上回只是二十亿花园 这回翻了三倍 陆志恒皱眉望着肖凡 你要这么多迫击炮和水雷 假如出现问题 你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肖凡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陆叔 敬一杯 你觉得是卖导弹 卖飞机 卖军舰给别的国家安全 还是卖这样的玩意 倒别的世界安全 一届的人 如果用这样的玩意针对我们 你们不得笑掉大牙 陆志恒沉思卓 肖凡继续道 陆叔 金爪零鼠的实力都不弱 未来他们真的过来 他们用不着这些武器的 锐利出现的是金爪零鼠 你如何和异界的人沟通的 陆志恒敏锐的道 肖凡笑了笑道 陆叔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了 暂时不适合说出来 反正我能交流就是了 陆志恒思索了一阵道 两个问题 第一 你在交易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第二 既然他们的战力强 为何需要排击炮这样的东西 肖凡轻笑道 别的不说 电影上面我不是赚了几十亿吗 这么多钱已经能让无数人卖命 陆志恒争了争 这倒是的 两部电影 肖凡卖了四十亿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为什么需要排击炮这样的东西 因为他们传承远九的城池非常强大 城池可以压制强者的实力 他们的天地规则 也不能随便杀戮普通人 陆志恒眼中露出恍然之色 原来如此 陆叔 我可是告诉了你不少秘密啊 你们如果不卖东西 我就只能去国外购买了 到时候钱让外国人转走 他们或许还会起疑 陆志恒道 我还有两个问题 你回答了就卖给你东西 肖凡翻了翻白眼 两个问题后面还有两个问题 罢了罢了 谁让你是又位的大舅呢 这点面子我还是得给 陆志恒没好气的道 你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啊 假如不是又位这一层关系 你以为你能买到 甚至你还能有自由 肖凡轻叹道 陆叔你问吧 能回答的我就回答 如果我回答不了 你别问我也没用 陆志恒微微点头 一届厉害的人物有多强 如果两届融合 对咱们来说会不会是灾难 肖凡并没有立刻回答 他一边吃东西 一边仔细地思索 一届武王级强者就能飞行 五帝级强者飞行速度 堪比战斗机 随便一击威力超过常规导弹 陆志恒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 这也太可怕了 恐怖的速度 恐怖的攻击力 除非动用核弹 地球这边怕是没有任何武器 能对付五帝级的强者 陆叔你别这么担心 一届厉害的强者和妖兽 过来都很困难 一般强者和妖兽 还是能想到办法应付的 两届融合是机遇还是灾难 这个不好说 听肖凡这么说 陆志恒暗暗松了一口气 肖凡 爸和我说过 你以后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军 他会用掉一些人情给你普路 到底是从政还是从军 你要想好 幼微的性格这两方面都不适合 不然爸可能都会帮幼微普路 陆志恒神情凝重的道 陆百川顶多还能活两年 他最后时刻要别人还的人情 别人肯定会还 肖凡倾壳一声道 陆叔 我应该会在武道上面发展 陆志恒美好气的道 你在武道上发展 你接触武道才多久时间 别人几岁就开始接触 我也询问过厉害舞者 你这种情况能入门就不错了 未来想达到很高的成就 基本没有可能 就在这时肖凡眼睛一瞇 他察觉到有人潜入了别墅 这会潜入别墅的自然是功本留下 他擅长水盾 如今下着暴雨 很容易就能潜入别墅 发现一楼开着灯 功本留下迅速前往一楼 噗 刚从楼梯冲下来 两只三棱镖瞬间杀到 功本留下全力避过了其中一只 另外那只穿过了他的大腿 不好 功本留下顾不得再杀肖凡 他快速冲向窗户 扑通 还没有冲出去 功本留下就栽倒在地 陆志恒在这里 为了不出现意外 肖凡用的三棱镖脆毒了 功本留下先天级别的修为 怎么可能抵挡 肖凡 你 陆志恒不敢置信望着肖凡 他刚刚看到了肖凡丢出三棱镖 陆叔 我如今舞蹈方面已经入门了 呵呵 陆志恒望向了倒在地上的功本留下 这家伙是谁 东兴社社长 功本留下 陆志恒瞪大了眼睛 功本留下 他当然知道功本留下 东兴社是东阳国很强的势力 功本留下这一个社长 可是天人级别强者 肖凡走了过去 他摘下了功本留下戴的头套 四 陆志恒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是功本留下啊 功本留下眼睛大睁着 他已经弃绝身亡 收 肖凡意念一动 瞬间功本留下的尸体消失不见 肖凡 你 陆志恒望着肖凡 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该说啥好 他本以为肖凡只是普通人 五道顶多入门 没想到肖凡出手直接杀了功本留下 鸡鹏是不是死了 呼的陆志恒询问道 肖凡笑着点了点头 我确实杀了鸡鹏 不过我的实力并没有比功本留下和鸡鹏强多少 他们轻视我 而且我的暗器脆毒了 陆志恒恍然 怪不得功本留下只是大退众暗器 居然直接死亡 陆叔 刚刚只是一点小插曲 咱们继续吃饭 肖凡说着走向了餐桌 陆志恒很快坐了下来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肖凡 陆叔 你这傻眼神 我杀人了 你不会要抓我吧 给你加块肉 你当没看见哈 肖凡说着加了一大块肉给陆志恒 陆志恒无语 好一会儿过去 陆志恒道 怪不得你敢坑的笔钱 原来你自己已经拥有先天级别的实力 是从一届得到了好东西提升的吧 肖凡微微点头 陆叔这个你得保密啊 假如我的实力曝光 鸡凤天肯定第一时间杀过来 只要知道他有先天级别的实力 鸡凤天必然知道鸡鹏是他杀的 陆志恒点头 你放心会给你保密 你抓紧提升实力 给我的东西 还是按内部供应价格的三倍 这两天就会送过来 吃完饭与停了 陆志恒心满意足的离去 若只是知道肖凡前面说的秘密 他不是特别满意 公本留下过来 居然意外知道了肖凡的实力 亏了亏了啊 本来这个秘密 说不定还能从陆叔那里换到不少好东西 肖凡轻声嘀咕 当然他也就嘴上说说 他并不后悔陆志恒之道 陆家对他不薄 虽说是看在苏又威的份上 可陆百川都打算消耗珍贵的人情给他铺路 哪怕人情没有消耗这份情 他得人 插 给我仔仔细细的插 把整个姿意识翻个底朝天 也要插到线索 姿意识 姬凌峰立声道 姬凤天原本让他带姬家一些人到六合县 姬鹏在姿意识失联 六合县那里也谈妥了 姬凌峰他们来了姿意识 是 姬凌峰带过来的二三十个高手素然道 他们中有好几个后天级别的强者 其余人超过半数有画镜级别实力 最弱的也有暗镜级别 网络上 姬家如今也有强者在调查 去吧 姬凌峰陈声道 姬家的强者迅速四散离去 去地大 姬凌峰上了一辆出租车 他自己也会亲自查 假如姬鹏出问题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就是地大那边 姬家的人查到肖凡那个时间段在自意识 既然肖凡在自意识 姬鹏应该不会前往雷山县 老三好歹也有先天级别的修为 他这么容易出事 难道华国军方研究出来了针对武者的秘密武器 姬凌峰心中暗道 倒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以陆百川的身份地位 他身边的警卫配置顶尖武器很正常 就到这里 距离地大 还有一点距离姬凌峰下了车 他的身影很快就融入了夜色中 他可不想自己也栽在这边 专业时间到了第二天 姬家的人寻找了一页没有发现 网络上姬家的网络高手 同样没有丝毫无限 社长怎么还没有起床 和工本柳下一起过来的福田英夫心中疑惑 昨晚他们就订了今天上午前往东阳国的机票 这会距离飞机起飞只有一个小时 咚咚咚咚 福田英夫到了工本柳下的房间外面敲门 社长 您醒了吗 咱们得出发了 否则咱们会错过飞机 您如果想再睡 我改明天的飞机 福田英夫公知身子道 哪怕工本柳下看不到 他可不敢有丝毫的不静 房间里面没有声音 福田英夫疑惑 虽然他敲门的声音轻 但工本柳下绝对能听到 东东 福田英夫又敲了敲门 这回他敲得重了一点 社长 仍然没有回应 福田英夫喃喃自语 难道社长出门了 他回了自己房间坐立不安的等了十几分钟 社长 福田英夫再次到了工本柳下房间外面敲门 仍然没有回应 渐渐的时间过了中午 就算工本柳下没管他自己走了 如今也应该下了飞机 福田英夫盯着自己的手机 两个小时过去电话还是没有响 喂 福田英夫打电话到了东阳社 社长没有回去 福田英夫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工本柳下如果没有回去 那他现在去了哪里 福田你自己先回来 社长肯定是有自己的事情 社长不会有事的 电话那头有强者沉声道 是福田英夫连忙道 电话那头是东阳社的一个副社长 他并没有很担心 这一趟工本柳下想杀肖凡 耽搁一点时间正常 今天这一是已经没有前往东阳国的航班 福田英夫买了第二天的 很快机家的网络高手发现了异常 他们早就查到工本柳下来了华国 工本柳下和福田英夫一起来的 如今居然只有福田英夫回去 工本柳下没有回去 是知道我们过来了 不敢公开返回东阳国吗 机灵峰眼中寒光闪烁 他觉得机鹏有可能死在工本柳下的手中 他父亲杀了东阳社许多人 工本柳下报复完全有可能 查一下肖凡那边 看看昨晚到现在有没有异常 机灵峰传出了命令 机家的网络高手迅速行动 肖凡别墅周围摄像头很多 他们仔仔细细检查了许多视频资料 并没有发现工本柳下的身影 一副肖凡别墅那边一切正常 我觉得工本柳下应该是知道我们过来了 他不敢乘飞机离开 连夜选择了偷偷前回东阳国 机灵峰的一个义子给机灵峰打了电话 他网络方面很强 就是知道他这方面的天赋强 机灵峰才收了他为义子 看来有必要去一趟东阳国 机灵峰眼中寒光闪烁 前面东兴社的人曝光了灵穴 机鹏的死也可能和东兴社有关 他得去东兴社让他们知道厉害 爸 我们查出来一些东西 我打算去一趟东阳国 机灵峰给机凤天打了电话 六河县那边 机凤天眼中寒光闪烁 你去吧 动静搞大一点 否则阿猫阿狗都气到我们机家头上 机凤天沉声道 这边的灵穴 虽然机家还占着三分之一时长 可被抢走了三分之二 机凤天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爸 我知道 机灵峰很快出发前往东阳国 我等奉命送一批物资过来 请接收 又一天过去 雷山县仓库这边来了许多军用卡车 八亿五千万美刀的货物可不少 辛苦你们了 你们休息休息 徐开泰你们立刻把车开到仓库里面卸车 萧凡吩咐道 好的老板 徐开泰他们很快干净十足的忙活起来 最近他们非常清闲 白拿工资 他们心里头不痛快 几个小时过去 所有东西都卸到了仓库里面 徐开泰他们不知道卸的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一个个箱子里的东西挺重 可能涉密他们都没有询问 这些东西到爷爷手中 他的敌人怕是不好受 萧凡心中低谷 一届清河城 这边距离黑月磨将近 萧海的帅府定在这边 城中铸扎了五千精锐 在清河城周围还有二十万大军 轰隆隆 巨大的修炼室内 犹如山红爆发般的声音 从萧海的体内传出 他体内经脉内庞大的力量不断冲击 轰 轰 每一次冲击 萧海周围的空间仿佛都在颤动 如果修炼室不是布置了强大阵法 在这样的震动中 这个石头打造的坚固修炼室 很有可能彻底坍塌 给老子破 萧海心中咆哮 他控制着体内庞大的力量 再一次狠狠地冲击 后 龙啸之声响起 萧海体内强大的力量 进入了一条全新的经脉 咔嚓 咔嚓 萧海周围不少灵石迅速崩溃 他们中的力量 在极短时间内就被萧海吞噬 宛若实体的金龙盘旋在萧海周围 哎 还是差了一点 想达到九转阵龙绝第八层很难啊 不过新的经脉打通 力量更强更加精纯 我的实力肯定达到了五帝圆满 收获到也非常不错 萧海有些遗憾 但他的脸上还是堆满了笑容 五帝圆满已经非常强大 萧海估计自己如今的实力 已经与皇家老祖在伯仲之间 论速度 他如今肯定已经超过皇家老祖一筹 什么时辰了 萧海传音到了外面询问 外面萧海的亲卫立刻回答了他 萧海赶紧收工 今天是约定联络萧凡的时间 都已经超过了半小时 东东 萧凡在仓库内 身边的镜子响起声音 他松了一口气 爷爷 你那边没有什么情况吧 萧海咧嘴笑道 我刚在修炼 小友突破 九转阵龙绝没到第八层 但已经有了五帝圆满实力 萧凡眼睛一亮 修为是否突破不重要 重要的是实力提升 有了五帝圆满级别的修为 萧海就安全许多 爷爷给你准备了好东西 萧凡带着镜子很快下楼 萧海看到了仓库里面大量的木箱 关孙 你搞到了 萧海欣喜的道 只要有数量众多的迫击炮 有威力强大的水雷 哪怕他们征集到的船少一点 他们同样可以过河 萧凡点点头 搞到了不少 但以后能不能搞到不一定 这样的东西 爷爷你还是得悠着一点使用啊 放心 我心里有数 萧海乐呵呵的道 萧凡推着带着轮子的巨大落地镜前进 十来分钟 所有东西全部传给了萧海 乖孙 实力提升爷爷的消耗又小了一些 你之前不是说想给手下提升实力吗 给你点好东西 萧海说着 手中出现了一块黄铜模样的宝石 他的身后出现了四个强者 在他们的支持下 萧海消耗庞大的力量 把这块宝石传了过来 乖孙 这是一颗灵气耗尽的地龙兽妖和 我让人在他上面铭刻了微型阵法 他能吸收大地之力 你把他吸收的大地之力传给别人 可以改善普通人的体质 你自己千万别吸收 对你来说这样的力量砸之多 必大于力 萧海快速说完就消失不见 哪怕只是空的地龙兽妖和 他传过来也不轻松 收 萧凡把镜子收了起来 他端详桌手中的宝石 宝石有小孩拳头大小 上面烙印有密密麻麻精妙无比的阵法符文 这些阵法符文萧凡完全看不懂 咦 萧凡察觉到有力量缓缓地被吸收进去 这就是大地力量吗 萧凡心中暗道 他精神念力接触到了吸收的大地之力 还真有够杂的 萧凡试着分辨其中蕴含的力量 可根本就分辨不清楚 大地之力是无数庞杂力量的统称 如果说吸收的灵气是干净的自来水 这大地之力就是一杯恒河水 大地滋养万物 这力量能让人迅速增强不少 可吸收这样的力量 未来顶多达到后天级别 萧凡心中暗道 对他来说吸收这样的力量绝对不行 可对程兴国他们 对徐开泰他们来说 大地之力是大补的好东西 清河城 两个小时过去萧凡回复了三成力量 这个力量无法支持萧凡长时间全力战斗 短时间问题不大 咚咚 萧凡的门被敲响了 何事 萧凡的声音传到了房间外面 他继续修炼恢复 在他周围是许多变得灰白的灵石 大帅 朝廷有使者过来 让他先等着 萧海并没有立刻去见使者 又一个多小时 他的力量恢复到了五成 萧将军 好久不见 暂停修炼 萧海终于接见了朝廷派过来的使者 杨尚书 本帅已经自立门户 你这一生 萧将军本帅不接受 有什么话你赶紧说 本帅很忙 萧海的言语没有很冲 朝廷派来的是 离不上书杨封衍 他还算是一个好官 萧海以前和他略有交情 萧大帅 陛下有指 封你为伊兹并肩王 黑月磨江以西 作为你的永久封地 你接指吧 杨封衍说着 从袖子里拿出来了圣旨 伊兹并肩王 萧海眉头一挑 伊兹并肩王帝位于皇帝平齐 神燕帝国开国以来 从来就没有过伊兹并肩王 历史上也极为稀少 萧大帅 有黑月磨江的天险在 你是不可能打过去的 圣旨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杨封衍劝说道 萧海吃笑道 什么狗屁一字并肩王 老子不稀罕 哪怕与皇帝比肩 那也是王而不是皇帝 十天内老子就要打过黑月磨江 杨封衍皱眉道 萧大帅 虽然我是文臣 但我也知道 你十天内打过黑月磨江 绝对没有可能 十年或许有可能 但你忍心百姓承受 十年的战乱之苦吗 萧海盯着杨封衍 杨尚书 如果十天内我打过了黑月磨江 我登机 杨封衍沉声道 如果你没有打过去呢 十天时间老子打不过去 老子就接受这道圣旨 萧海哼声道 有萧凡传给他的许多迫击炮和水雷 十天打不过去 他还造什么反 老老实实接受一字并肩王得了 萧大帅 我同意 杨封衍迅速道 他生怕萧海反悔 离开清河城 很快杨封衍到了庞青面前 杨尚书 萧海那老匹夫是否接受了陛下的旨意 庞青询问道 杨封衍摇了摇头 他没接受 而且他扬言十天内渡江 他向来言出必行 庞国师你们得做好准备 哈哈哈哈 庞青大笑 军帐内其余几个将领也笑了起来 杨尚书 他如果说一年内渡江 我们还有点担心 十天内渡江 他还真当自己是天神下凡了不成 其中一个将领冷笑道 杨封衍周美道 诸位 萧海想谋夺地位的 应该不会随便放空话 你们别大意 我还需要回神都复命 告辞 很快杨封衍离去 庞青目光扫过在场众人 他沉声道 杨尚书刚刚所言也有道理 大家想想天北关 众人神情变得凝重了不少 二十万人镇守天北关 在他们之前看来也是手不可破 结果萧海居然在短短时间内 破了天北关 庞师 萧海难道是想把炸弹丢过来 咱们完全可以在炸弹过来之前 就在空中将他们给击落啊 厉害强者不断把炸弹丢过来杀人 必然会遭到因果反噬 他们中厉害的强者还得针对江里的妖兽 军杖内众人议论纷纷 萧海展现出来的炸弹 在攻城的时候效果很不错 可在黑院磨江这边 炸弹的效果就会差许多 黑院磨江最窄的地方都有一公里宽 普通士兵无能为力 增派十万人过来 其余没有过来的人做好准备 随时过来支援 庞青沉声道 是 中将领命道 转眼三天过去 许多船只聚集到了江边 这些船只上面都铺了木板 咱们要渡江了吗 那边三十万人守着 黑院磨江里面还有大量妖兽 这怎么好过去 你们担心什么 大帅肯定有法子的 萧海手下许多人议论纷纷 新兵不少比较担心 老兵心中则淡定许多 当初天北关前 他们许多人也担心天北关怎么破 结果一刻钟时间都没有 他们就杀入了天北关 渐渐的夜幕降临 江两边都燃起了无数火把 传令下去 驱赶黑院磨江 无理范围内的妖兽 萧海吩咐道 是 大帅 萧海手下许多高手迅速执行命令 很快无理范围内许多的妖兽被杀 大量妖兽快速从这边离开 他们这是做什么 庞青他们疑惑 萧海手下高手不少 他们全力出手 短时间内当然可以把妖兽赶走 可他们不能长时间这样出手啊 妖兽赶路了 倒是很可能更多妖兽过来 大帅 无理范围已经没有了强大妖兽 很快萧海便有手下汇报道 他们同样疑惑 立刻铺设浮墙 萧海命令道 许多船只迅速前进 同一时间 萧海有一些拥有空间宝物的手下潜到了水中 他们迅速布置好一颗颗威力强大的水雷 水雷在空中爆炸 未必能杀死附近厉害的强者 在水中爆炸 他们的威力要比在空气中大得多 哗啦 附近有实力强大的妖兽掀起波涛 萧海他们这边动静大 惊动了一些实力强大的妖兽 在他们看来 黑月磨僵可是他们的地盘 大帅 等我们浮桥快扑设好 等我们的人到浮桥上 对岸的军队 还有水里的妖兽都会行动 萧海身边有将领道 嗯 萧海微微点头 妖兽们也不傻 这个时候他们不会靠近 渐渐的五条浮桥距离对岸都已经只有三四百米 再往前就到了对岸弩车 投石机等的攻击范围内 砰砰砰 绚烂的烟花炸响在了天空中 咻 咻 萧海他们许多强者飞向了对岸 姓庞的 老子在和你打上三百回合 萧海自然冲向了庞青 怕你不成 庞青力声道 两人迅速直冲云霄 轰 杀 萧海手下许多强者 也和庞青他们这边的高手干了起来 所有人准备好 警惕对面过来的炸弹 庞青他们这边有人大喊道 就算会有炸弹过来 他们觉得数量应该也不会多 拦截下来问题不大 放 放 黑渊魔将西边 数百枚炮弹急速飞了出去 这些炮弹有两种 萧凡给出的迫击炮 七成是轻型的 最大射程2500米左右 三成是中型迫击炮 最大射程6000米 萧海手下那些人刚刚接触 他们不可能打得很准 但打到对岸肯定没问题 对岸几公里内都有人 无脑往对面倾泻炮弹就行 那是什么 什么东西 彭青他们这边有人看到了过来的炮弹 可他们应付不了 炮弹的速度比他们估计的快得多 数量也多得多 轰 轰 炮弹落下不断乍响 顿时黑渊魔将东岸惨叫连连 许多马匹也受惊了 他们疯狂奔走 放 放 西岸这边 数百门迫击炮不断轰击 东岸的弩车 炮石车等纷纷在爆炸声中飞回延灭 快 快 最后几百米的浮桥迅速搭建 西岸修罗军团的铁骑冲上了浮桥 有的妖兽也迅速靠近 轰 距离五里左右 一颗重型水雷呼的爆炸 水中一条二三十米长的黑利摩尔尸体浮出了水面 他的脑袋被炸掉了 这么长的黑利摩尔实力达到了妖地级别 可面对装要三四百公斤的重型水雷 他也只有被炸死的命运 轰 另外一头同样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又一头妖地级别的妖兽被炸死 附近两头妖黄级别的妖兽同样死亡 两起爆炸 两头妖地级别的妖兽死亡 顿时水中的妖兽大害 在水里同级别的五地打不过妖地 可如今极短时间他们就死了 两头 后 有妖地级别的妖兽咆哮 他愤怒地冲向了前方 拥有神石 黑暗中他也能避过水雷 可他从一颗水雷附近经过的时候 水压变化还是引爆了水雷 这头妖兽的尸体也很快浮出水面 而等最好不要再挑衅大帅 水中你们已经不占有优势 如若继续挑衅 大帅要将黑暗魔浆从头炸到尾 江面两端都有萧海的手下喊话 厉害的妖兽也不会说人话 可他们能听得懂 哄 封锁江段两头都有不少强大妖兽浮出水面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恐怖气息 你们考虑清楚 大帅已经拥有五地圆满级别的修为 而且大帅必然会登记成帝 你们真的要与大帅为敌 这样的东西大帅可是还有许多 你们继续招惹大帅 只会给你们带来灭顶之灾 萧海的一个轻微力声道 他站在船上往前丢出好几颗水雷 轰轰 水雷立刻乍响 剧烈的爆炸传出恐怖的能量 后一头三十来米长的巨大黑力魔厄 低吼一声 他很快没入了水中 其余妖兽也迅速没入了水中 水面渐渐恢复平静 萧海有水雷这样的东西 该认怂他们还是得认怂 追属性修炼者稳住船身 封属性修炼者降低人和战马的重量 在许多低级别武者的辅助下 修罗军团的战士快速前进 快拦下他们 别让他们过来 旁清手下一些将领大吼 可他们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炮弹不断的炸响 西岸的阵地变得非常非常混乱 所有人听着 我们大帅爱民如此 对待将士们也极好 你们难道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错下去 继续对抗必死无疑 为了昏庸残暴的狗皇帝 值得吗 想想你们家中的妻儿 想想你们年迈的父母 你们死了 别的男人会占有你们的娘子 会打骂你们的孩子 你们父母以后只能以泪洗面 他们的晚年会十分凄惨 许多无人机飞了出去 红亮的声音响起在战场上 朱新的言语让很多士兵迟疑 妖兽们都选择了退缩 黑恶魔疆已经不是天险 你们继续抵挡下去的后果 只有死路一条 飞过来的无人机很快被击落 可那些话已经到了士兵的心中 他娘的狗皇帝 确实不如肖大帅 老子反了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人跟着老子一起反了 西岸这边有千户大吼道 反了 反他娘的 千户大人 我们支持你 这名千户手下的人 还是比较服他的 立刻许多人站了出来 兄弟们 咱们也反了 继续下去必败 咱们还是留着性命回去比较好 我家里还有老娘 我死了他 可怎么活下去 距离不远 一名百户大声道 整个战场 百户 千户 甚至还有万户级别的强者 站出来反水 他们有的暗中早就被策反了 杀 修罗军团的士兵也开始踏足西岸 内部许多人反水 强敌不断杀来 兵败如山倒 完了 不少忠于皇室的将领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修罗军团到西岸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这边却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这种情况拜王只是早晚的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武王级的将领大吼着冲向了浮桥 他试图斩杀浮桥上面的普通士兵 试图破坏浮桥 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被英国力量震杀 可他心中已经存了死制 就算死亡他也要破坏浮桥 哄 萧海手下有强者赢了上去 这个武王级强者的攻击被抵挡了下来 武王赵空明试图破坏浮桥 罪名一等记录在侧 大帅有令 一等大罪诸三组 萧海手下有强者声音洪亮地道 被击退的赵空明身体一颤 他一时头脑发热就冲了出来 没想到居然捞了个一等大罪 到时三组内所有人都得跟他一起死 草 谁想破坏谁去 老子是不去了 其余一些想冲出来的强者立刻打消了想法 诛三组的后果太恐怖 我 我自猜能不能免诛三组 赵空明紧握着手中钢刀道 他们这边没有多少强者冲出来 保护浮桥的强者不少 就算他再冲出去也不太可能破坏浮桥 应该可以 扑 赵空明干净利落的一刀抹了自己脖子 小庞你这也不行啊 这才打多久 你就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百里之外的高空中 萧海嘲讽道 打起来庞青才知道 萧海有了五帝圆满级的实力 他五帝巅峰 与萧海打一开始就落在下风 而且想摆脱都难 萧海的速度以前就比他快 如今快一大截 姓萧的你别太嚣张 黄太爷很快就到 庞青立声道 萧海眉头一挑 黄太爷就是皇家老祖 平时他镇守神都 有黑渊魔将天险 这边他不是很担心 庞青 他真会过来 你如果朱本帅杀了他 本帅到时可以饶过你们庞家 庞元霸如今还活着 他也能活下去 萧海沉生道 现在的战局萧海不清楚 拉拢庞青可以增加他这边的胜算 你想的没 庞青立声道 他继续与萧海拼杀 庞青 速撤 修罗军团已经有八千人过河 许多人选择反水 战场败局已定 咱们多就走一些高手 黄太爷的声音响起 数百米的暗红色剑芒 展向了萧海 后 萧海周围金龙咆哮 恐怖剑芒 被硬生生地低挡了下来 庞青 你想你们庞家被灭族吗 老子的人渡过了黑渊魔疆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打到神都 萧海传音给了庞青 黄太爷您小心点 萧海有了五地圆满的修为 庞青迅速靠近了黄太爷 萧尔不枉菲利也 看招 萧海一刀斩出 威力丝毫不弱于刚刚的剑芒 呵 黄太爷全力抵挡 扑 庞青近距离呼地发难 黄太爷拼命闪避 他的脖子避了过去 可鲜血飞溅 一条手臂被庞青这一刀 硬生生斩了下来 哈哈 庞国师你做得不错 萧海眼睛大亮 对顶尖强者来说 断手断脚完全可以恢复 但战斗中失去一条手臂 战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庞青 黄太爷暴怒 可他并没有选择攻击庞青 而是立刻顿走 想走 你问过老子没有 萧海霸气的声音响起 黄太爷的速度本就不如他 如今受伤更加不如 没多久 黄太爷被盘旋的金龙围困 这些金龙形成了阵法 杀 庞青和萧海不断攻击 黄太爷的伤势迅速加重 你来杀了他 然后你返回神都 后面怎么做你应该清楚 几分钟后萧海传音给了庞青 扑 庞青咬牙挥刀 黄太爷的脑袋飞了起来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不明目 他本是过来救庞青的 居然最后死在了庞青手中 庞国师这一刀 你斩得漂亮 你把该做的做好 后面不犯事 老子绝对不追究你们庞家 但后面如果两面三刀 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萧海肃然道 他说着把黄太爷的尸体收了起来 庞青微微点头 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你赶紧走 多带走几个实力强的手下 萧海摆了摆手道 以庞青的实力影响力 反水站到他这边来还是很不错的 庞青倒是能带动许多的将领支持他 战争打到这份上 应是肯定的 萧海如今想的是怎么样少死点人 毕竟他以后是皇帝 死的都是他的子民 削弱的是整个国家的实力 所有人听着 撤退撤退 黄太爷在抵挡萧海 所有将领迅速脱离战斗 庞青一边前进一边大吼 拥有五帝巅峰级别的实力 他的声音能传出很远 上万修罗军团的士兵已经渡喝 所有人听从军令迅速撤离 保留有用之身以后报效国家 庞青手下许多高手听到了声音 他们都震惊不已 这才多久 修罗军团竟然上万人已经渡喝 修罗军团的可怕 他们很清楚 一万人能敌普通四五万人 对 庞青手下不少将领迅速摆脱战斗顿走 他们是前往战场方向 假如喊话的不是庞青呢 战场形势如果没有恶化 他们被敌人骗走 后果很严重 四 庞青手下很快就有高手靠近战场 战局恶化的程度 令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修罗军团的人真的过来了很多 而且他们这边有许多人反水 怎么会败得这么快 又有其余的高手靠近 这样的局面让他们不敢置信 撤赶紧撤 确定战场的情况 庞青手下的高手迅速远顿 所有人听令迅速后撤前往天鹰城 本将军会在天鹰城等你们 庞青迅速靠近了战场 哪怕已经反水 战场这样的局势也让他感觉无力 30万人距黑渊魔将天险守着 咋就这么快败了 投降不杀 投降不杀 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大帅必胜 你们继续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小海手下许多的人大吼道 战局本就已经败了 庞青让他们撤退 许多人心里更慌 短时间内就有不少人放弃抵抗投降 这些人的投降又引来连锁反应 兵败入山倒 战场这边的30万人 能逃掉的肯定很少 还有一二十万后备力量 倒是来得及逃往天鹰城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修罗军团更多的人过河 战场渐渐安静不少 无数敌军选择了投降 庞青他们手下30万人 最终死亡和逃跑的加起来不到三成 超过20万人选择了投降 咻 破空声响起 萧海飞了回来 大帅 大帅 震天动地的声音响起 投降的士兵也渐渐加入到了呼喊声中 半分钟过去 萧海伸出了手 呼喊声很快停止 诸位将士渡过了黑院魔疆 我们前方已经没有大的阻碍 你们辛苦点 随老子继续杀向神都 最多一个月时间 战争就会结束 萧海洪亮的声音响彻天地间 杀向神都 杀向神都 无数的将士又呼喊了起来 滔天杀意远远传开 黑院魔疆中许多妖兽都心生俱异 萧海望向了神都方向 他们需要沿途攻打一些重要城池 但有炸药 有迫击炮 那些城池都不可能阻止他们多久 短则半个月 长则 二十多天 他们肯定能到神都 乖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这边来 萧海心中暗道 让他带兵攻城掠地 他很爽 可让他一个粗人坐在皇帝宝座上 每天听那些大臣叨叨 他可不乐意 坐上皇帝宝座过过瘾 萧海就想把皇位传给萧凡 如今的问题是 萧凡啥时候能过来 乖孙如果不能及时过来 我就只能御驾亲征了 萧海把目光望向了北方 北方黑虎帝国前面搞事 萧海可没有忘记 想到自己还能御驾亲征 萧海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样到时就不用天天上朝 东阳国 暗中对付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人 巴嘎两天时间那一个混蛋已经杀了我们不少人 东兴社的一个隐秘基地 二十来个人躲在这边 两天前东兴社总部被袭击了 一夜之间东兴社总部死了上百人 可杀戮并没有停止 昨天东兴社两个分据点被袭击 死亡了四五十人 他们用上了各种重火力 仍然没抵挡住敌人 敌人不会杀到这里来吧 有人惊惧地道 巴嘎不要乱说话 这地方是我们东兴社的安全基地 敌人绝对不可能杀到这里来 等父亲回来我们就安全了 说话的是公本柳下的长子公本元吉 他有画境级别的修为 这个隐秘的安全基地位于地底 四周是厚厚的混凝土 基地大门是特制的防爆门 防御力极强 知道这个隐秘安全基地的人并不多 公本元吉是其中一个 是他把东兴社这些人带到了这里 老大你快过来 有人过来了 可能是那个杀手 基地监控室传出声音 公本元吉迅速到了监控室内 通过隐秘安装的摄像头 他们看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 男子这是摘下了面具 基灵风 公本元吉脸色一变 打开麦克风 公本元吉黑着脸道 基灵风找了过来 他们已经暴露 哦哦 麦克风很快打开了 公本元吉的声音响起在了 基灵风所在的通道内 基灵风 曝光那个灵穴 是我们东洋社成员的个人行为 你立刻离去 否则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基灵风眉头一挑 把责任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既然你们东兴社做错了事 就得付出代价 哪怕公本柳夏在这里 他也得死 公本元吉眼中凶光闪烁 既然这样你就死吧 轰隆隆 基灵风后方的通道被封锁了起来 整条通道迅速灌入毒气 就是这样子 我去给你 我去给你 你会的带路